好 我們繼續開會現在進行報告事項請宣讀 邀請經濟部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被執行宣讀完畢 好 本日議程排定經濟部的業務報告 那因為今天來列席的經濟部的官員蠻多的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列席的官員 首先當然還是跟大家介紹 經濟部長王美花王部長 主秘楊志欽 楊主秘 綜合規劃司司長莊明池 產業技術司司長邱求惠 投資促進司司長張明斌 投資審議司司長楊淑林 國營事業管理司司長胡文忠 法治司司司長 法治司司長羅翠林 秘書處處處長魏士剛 人事處處處長陳素枝 政風處長廖長興 會計劃 會計處處長黃洪文 統計處長黃瑜玲 資訊處長林聰人 接下來是產發署蘇文林署長 商業發展署 對不起 商業發展署 產發署連錦章署長 國際貿易署江文若署長 能源署郵政委署長 中小級新創企業署何敬艙署長 水利署賴建信署長 智慧財產局廖成薇廖局長 產業園區管理局局長楊柏庚 楊局長 標準檢驗局陳怡林局長 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主任 徐明洪徐主任 經貿人員培訓所黎明喜理所長 工商輔導中心雲瑞龍主任 接下來介紹的是台電公司王耀廷總經理 台塘公司陽明洲董事長 自來水公司李佳榮董事長 中油董事長李順青李董事長 以上 接下來我們就請經濟部王美花部長進行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經濟部的業務比較繁多 我花一點點時間跟各位做一個整體的介紹 第一個在當前環境下面 去年全球攏在高通膨高利率 終端的需求走弱 抑制了各國經濟成長的動能 台灣不免受到影響 但是在分散市場多元佈局跟產業轉型多年 推動的基礎下 台灣的去年出口金額連續第三年超過4300億美元 民間的消費也突破11兆歷史的新高 尤其有8.3的成長 創下近30年來最大的增幅 那各項的成績都展現了台灣經濟的能量跟韌性 那今年國際的大環境仍然在地緣政治衝突 這樣的風險變速下 那國際的主要機構也認為 今年的經濟在不穩定中逐步的復甦 那隨著全球通膨壓力的減緩 產業去擴存化告一個段落 那全球的貿易動能有轉加 那國際的大機構預測 今年全球的貿易量會有顯著的成長 從去年的不到1%會升到3.3% 那有利於我國以外需導向為主的經濟體系 那此外台灣受惠於人工智慧 車用電子等新鮮科技應用的擴展 我國半導體自通訊產業具有競爭的優勢 再加上奧運歐洲杯等運動題材 對紡織製血傳統產業也有幫助 那所以足跡總處預測 今年出口會足跡回升 民間消費則在基本工資調升 軍工教跟企業調薪的帶動下 也可以穩健的成長 預估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力可以達到3.43% 那在地緣衝突美中博弈極端氣候 這樣諸多風險下 讓全球的經濟復甦仍然充滿的不確定性 所以本部的市政會在韧性安全的理念下 持續建構強烈的水電網路 營造安心的投資跟生活環境 全力來發展再生能源 落實深度節能 來符合全球近零趨勢跟綠色供應鏈的要求 而各國爭相投入AI競賽 將以半導體優勢加速AI落地應用 爭取台灣在全球AI的關鍵地位 那在台灣的半導體的優勢的部分 我們會深化產業應用來AI 那目前台灣半導體產業領先全球 超過6成的現金製程產能由台灣提供 在各國相繼提出巨額的獎勵 來吸引半導體投資的時候 那我們在去年修正的產創條例 十至二 針對投入前瞻創新研發的技術 跟採購現金製程設備 提供投資體檢 那今年2月到5月開始受理申請 鼓勵這個我國居 國際供應內關鍵地位的業者 來加碼投資 把半導體的先進製程留在台灣 那實施一段時間後來評估成效 並具以改進 那半導體已經是台灣最重要的產業 為了讓廠商持續在台灣投資擴廠 我們會跨部會統合水電土地的一切資源 讓廠商將最先進的製程 先進的封裝以及主要的產能 都留在台灣 另外為了壯大台灣半導體生態系 也會持續推動半導體設備材料的在地化 除了吸引美國歐盟日本 國際領先的半導體設備材料 在台灣投資超過470億美金 新增採購超過200億以外 今年也會輔導台灣的業者 投入奈米級的製程的設備 跟先進封裝材料 來提升在地化的一個供應鏈 AI將是帶動新一波產業投資 跟突破數位轉型的關鍵 台灣具有完整的AI伺服器供應鏈 以及晶片研發的生態系 加上完善的智慧採權保護 已經成功爭取到全球 AI晶片的兩大龍頭 來台灣設立物流的運籌中心 為台灣布局AI打下基礎 那今年本部將結合 精創台灣方案 布局AI晶片的關鍵技術 開發國內的IC設計產業 需求所需要的AI晶片的 編譯器軟體技術 以及可以在移動裝置上 運算的生成式AI晶片等 帶動AI設計產業 加速創新 開發智慧製造 高效能運算 無人車、無人機等高階應用 那另外也會導入產業 來應用AI的生成應用 包括傳產、製造、企業行銷等等 都來協助各行各業能夠應用AI 來轉述、轉型升級 那特別對目前面臨缺工的服務業 運用AIOT的科技 導入雲端跟AI應用 來發展創新服務商業模式 提升人力的使用效率 有助緩解人力的缺口 也加速驅動整體商業服務業智慧轉型 那本部也會導入生成式AI模型 由國營事業率先來示範 例如運用智慧客服來提升客服的能 服務效率跟滿意度 未來也會擴大應用到民間的企業 那在輔導傳產升級的部分 那為了提供產業創新投資的誘因 今年也將會來修訂產創條例 十至一條 除了延長原定這個到期試用的期限外 也會研議來擴大投資低減的範疇 到AI的應用跟禁領排放等等 來應對全球產業 數位發展跟減碳的趨勢 那對於部分仍然面臨景氣影響的 傳產跟中小企業 本部也會持續這個意後特別預算 朝這個輔導業者地攤化智慧化的轉型 那去年已經輔導了超過4000家 那今年呢也會持續 讓這個專家團隊到場來服務 搭配專案貸款展延 這個還款期限等等融資 以及用電優惠等措施 讓業者可以穩健的經營 那另外受到ECFA部分產品取消 關稅優惠的影響的產業 本部呢也規劃了要透過億業聯盟 加強海外拓銷 那例如我們整合石化機械紡織 那組團前網具潛力的 而且個別廠商不易開拓的 印度 東協 非洲等新興市場 並且協助業者開發高質化 差異化的產品 來提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那好的員工可以讓企業提升競爭力 並且創造獲利 尤其中小企業 吸納了台灣八成的就業 所以為了優化中小企業加薪的誘因 我們提出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36-2的修正案 除了將原定要入日的時間 在延長10年 並且刪除了啟動的門檻 使租稅的優惠常態化來適用 同時也提高薪資抵檢率到150% 那適用的薪資範圍也會擴大6.2萬 這樣的一個門檻 那在穩定基礎設施的部分 那電力的穩定是 攸關民生跟產業發展 我們這個電力的供應 除了投入新的再生能源外 也擬妥中長期穩定供電的規劃 那今年預計會新增 443萬千瓦天然氣機組 那扣除廚藝的315萬機組 那供電的競增加約120萬千瓦 可以維持穩定供電 而為了強化電瓦韌性 今年也會投入720億 來做電瓦韌性的相關工作 那電價的調整部分 全世界都因為惡物戰爭 帶來國際性燃料成本的暴漲 那台灣透過台電 吸收了絕大多數的虧損 承擔了減緩通膨的任務 但是也因為未足而反映在電價調整上 造成台電的財務壓力 那目前電價調整方案尚未定案 未來會在審議會充分來討論 另外核電研議的問題 除了首先考慮核電的安全外 還設置到相關法規的修改 那必須兼顧專業性跟周延性 後續要有核安會的安全審查 另外核二用過的核蘭料棒 目前仍然沒有辦法取出 乾儲的設施也還沒有興建 那必須要等待地方政府同意 那核廢料的處理也需要取得社會的共識 那在水的部分 那台灣風箍水旗的差異 在全球氣候變遷下 確實也變成一個重要的議題 那本部將持續對動區域的備源工程 開發水資源跟降低漏水率 來強化供水的韌性 那今年珍穩南華聯通管 會在五月底 那試通水 讓這個珍穩南華 具有雙向備源的調度能力 穩定嘉義台南高雄地區的供水 跟強化韌性 翡翠原水管工程 陶族貝源管線 都預計在今年六月通水 而烏溪鳥嘴坦仁公湖 在去年十月已經完成六個湖區的工程 那今年可以完成六月的時候完成蓄水 可以提升大台北新竹 以及彰化南投等的供水韌性 離島地區在澎湖集背七海的海彈場 在年底完工後也可以提升澎湖供水的能量 讓澎湖的觀光發展無余 那積極開源的同時 本部也非常重視節流 那辦理透過降低漏水率計劃 來太舊老舊的自來水管線 那全台灣的自來水漏水率 去年已經降到12.54% 那今年呢 我們希望能夠降到12%以下 那在國際的挑戰上面 去年的COB28 最大的共識是增加再生能源 而發展再生能源 也是我國經營轉型 跟實現能源自主的觀線 我們以太陽光電跟離岸風電 為發展的主力 在拖年的努力之下 那太陽光電去年新增2.7GW 創歷史的新高 那累積到今年1月底 併網量已經達到12.5GW 那目前掌握足而案源 透過各部會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努力來達成114年20GW的設置目標 離岸風電到今年1月底 已經累計設計了288座的風力機 裝置容量達到2.3GW 是世界上少數 離岸風電突破2GW的國家 今年會努力達到3GW 那麼也另外也會提前佈局 浮動式的風場的示範計畫 讓我們離岸風力 邁向這個深水區來發展 另外今年也會將氫能跟地熱 列為能沾 潛災能源的發展重點 那氫能的部分 國營企業會帶頭 在氫能發電工業跟運輸方面 來推動示範計畫 目前台電跟星達正在進行 這個5%混氫的發電驗證 跟眾議院來合作開發去碳燃氫的發電技術 中鋼巨型鋼化聯廠的運轉 中油公司會在年底建置全台首座的 可移動式加金站 在地熱開發部分 目前6個岸廠已經裝置7.29個MW 今年預計會增加5個MW 那今年的2月底 已經完成了地熱相關探勘的辦法 草案預告 會盡快完成相關的程序 除了增加氯能以外 也要讓企業買得到氯電 那考量多數的國內企業 比較缺乏國際的信品 所以我們規劃透過綠電的信保機制 來幫助企業跟綠電的業者 來簽署企業的購售電合約 目前正與國家融資保證中心溝通細節 預計在第一季可以正式對外公佈辦法 那中小企業也可以透過公有 或國員事業土地標售案場的 平價綠電專案取得綠電 那也推出了小額綠電標售計畫 可以讓中小企業可以滿足綠電的需求 國際能源總署是綠能 能源的發展效率是首要的能源 所以在2028也提出 在COVE28也提出 2030年的能源效率 改戰效率也有2%增加到4% 那台灣從105年就開始透過能源轉型 節能以及製程改善三個方向努力 過去5年已經實現 這個年平均4%的能源效率的改善 那在美國的能源效率委員會的國際評比中 台灣也從105年的13名 提升到111年的第8名 在亞洲的表現僅次於日本 那我們會在這樣的基礎上 全面提升產業跟住宅能源效用的效率 達到深度的節能 那在產業方面我們透過投資抵減 能源補助 導入EXCO的金融機制 以及提升專業節能輔導等等 來幫助產業來節電 那另外今年也會持續提供10億元 來補助商業服務業的這個節能設備的更換 那另外也擴大補助的項目 增加一級能效的冰箱瓦斯爐等等 相關的節能鈦換 那住宅部分呢 去年家電鈦換已經補助了170萬台冷氣冰箱 促成節電11億度 那今年再延長一年 並且擴大推出瓦斯爐瓦斯熱血器的補助 有效這個住宅的節約 那另外針對歐盟在去年開始實施的CBEN的過渡期 那本部也啟動辦理相關的CBEN產品 和碳含量的四天工作跟申報說明會 那做了非常多的諮詢 一對一的服務等等 並且主動關懷企業 那我們也成立了這個北中南的區域申報的服務窗口 就寄業者來申報 解決企業在CBEN申報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那在投資台灣的部分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到今年二月呢 累計投資已經接近2.18兆 帶動15萬人的就業 讓台灣的產業供應鏈更加的完整 那今年呢會新增投資2,300億元 創造1.9萬人的這個目標 持續撞到我國高階伺服器AI產業 以及電動車等相關的供應鏈 另外我們也前方會拓展對外投資的經貿關係 推動赴新南向國家的投資 那我們已經連續第三年 新南向的投資都有超過50億 甚至連續兩年都超過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那台灣的晶圓大廠附入投資 也建立了半導體供應鏈的合作典範 不僅吸引日本電子汽車相關大企業入股 帶動台日雙方企業的合作 也使得日本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商 跟材料商加碼在台灣投資 分別成立營運中心跟先進半導體材料廠 增強在台灣半導體先進材料的生產跟技術資源 台美關係向來緊密 雙方已經建立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以及科技技術跟投資的合作等交流管道 那去年透過EPPD的就經濟脅迫供應鏈 跟投資能源轉型 永續跟安全等中大一體深入的交流 另外台美21支貿易世紀倡議 也在去年6月簽署了首批協定 那持續進行第二階段的談判 深化台美的貿易合作 台欧門部分持續透過貿易跟投資對話 以及產業對話交流平台 推動雙方的進一步的經貿合作 那應用國際需求的恢復 全球貿易動能的回溫 為了協助我商爭取海外MIT的商機 並且分散出口市場 除了鞏固美日歐 並且持續深耕新南鄉市場以外 也積極擴大到中東中南美跟非洲等新興市場 那今年預計會投入50億元來舉辦 相關的脫銷團商機日等 超過200項的脫銷的活動 那過去幾年台灣經歷前所未有的 世紀疫情百年大旱 俄乌戰爭等危機 政府以團隊合作突破挑戰 向全世界展現台灣經濟的韌性 那未來隨著產業競爭跟地緣競爭的加劇 我們會遇到更多的挑戰 但也會帶來新的商機 本不會做好最佳的經濟掌舵手 引導產業以AI驅動數位 跟精靈雙轉型 來深化全球多元不及 吸引外資持續投資台灣 壯大台灣 帶領台灣站穩國際公益內的關鍵地位 以上做簡單的報告 敬請委員支持指教 謝謝王部長的報告 我們現在要開始進行巡答委員質詢之前 原力做以下幾點的宣告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本會委員6分鐘 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 非本會委員4分鐘 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請登記第一位林黛化委員 有請部長 王部長 好 再生人員 那回顧國家的綠能目標 距離要達到2025年的20%的比例 雖然有高難度的挑戰 但是呢 我相信我們努力還是會有成果 試想如果二烏戰爭造成了國際人員的飆漲 以阿戰爭後續可能形成了石油供應 若沒有綠能的規劃 人員的供應勢必困難 好 我國再生人員的裝置農業 確實是有大幅的成長 在111年10月底 不管是在太陽能光電風力到水力地勒 目前本席所知道的 我們再生人員也達發電佔比的9%了 好 那台灣確實擁有好的綠能的地理條件 我們有最佳的風場在台灣海峽 我們有在太平洋西岸 這個黑潮流量的流速都很好 以及我們在雅熱帶當中的日照充足 以及在環太平洋的火環 我們台灣也在這個火環內 那雖然地熱豐富 我國確實擁有個型綠能的最佳場域 但好的地理條件也有對應的地理問題 綠能發展與氣候條件的正相關 注意 我這邊提的是氣候條件 所以這跟我後續的主張會有關係 直觀來看 我國各型的綠能軍面對不同的問題 我們說有在台灣海峽呢 有好的這個風場 但是呢 夏季多颱風風機大型化下 我們狹狹的空域 如何兼顧民航軍機飛鞍與能源安全 太陽能光電 雖然我們在雅熱帶 但是地霞人仇如何合理利用的有限國土資源 我們雖然在這個火環帶當中 既然是地熱發達火環帶當中 那一定是火山一定是這個很發達的一個地段 所以它一定是多地震 地質破碎 也導致我地下熱的水源 涵氧就困難 雖然我們有這個海洋流的一個這樣的地主 這樣的優良條件 但是有黑潮 那它一定是有海溝的地形 水下工程難度就會俱增了 好我電力發電的風險管理 好縱觀 過去經濟部只要管一家公司就好 叫做台電 那只要管這家台電呢 它就可以掌握全國的電力 而先前又是大電廠的架構 火力、核能、水力等電廠均由台電現場人員 即使掌握狀態 甚至可以緊急備用料件來替代 好 電業自由化之後 我們民間的綠人電廠的地位等同台電 好那你覺得民間電廠為了講求最佳化 它都是委託建設甚至委託營運 您覺得部長 它會像台電一樣 有緊急的現場人員去掌握狀況 會有緊急的備用料件來支援現場的這個 所因為地理或大氣環境所演出的電力設備故障嗎 好在去年有這樣的新聞 李安一齊 這個故障頻繁 這個故障啊 這個還打了 李安一齊 故障還打百分之 打三分之一啊 但說到這一點啊 我這個本席啊 就要替台電同仁抱不平 在台電的再生人員住 一共才兩百人 它管什麼 再生人員而已 所以呢地熱啦 風力發電啦 太陽能啦 好這個全部它都管 就兩百位 甚至本席了解 連一個主任都要去爬電桿啊 你看能源多麼吃緊 好這麼 所以也要請部長這邊了解 多大面積的風場 有多少種的發電設備要養護 光是我出海一趟搭船來回 所需的時間 造成養護量人的巨大限制 一艘工作船出海啊 只能養護一座風塔 好那民營風場呢 是佔大多數喔 我先講的是台電自己的風場喔 民營風場喔 你現在所飆出去的風場 大部分都是國外的系統商來喔 是佔大多數 其修復工作量 必然更大於台電的 維護養護的需求 好本席認為 綠能要永續 在你的簡報當中 您就講到說 我怎麼樣的發電 供應量來足 好但是但你沒有永續 綠能沒有循環 綠能沒有合理使用 你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穩定 像你現在所呈現的數字了 所以呢 本席認為綠能政策 要科學化的監理 科學管理 分散式的電業的必要性 什麼叫做科學管理 我真針對幾項幾點 第一個 要求民營電廠具備 具備護原修復的量能 不能僅靠它其發電 才有收入的邏輯 這是現況 政府因強化 要監禁民間業者的 妥的設備妥善率 連我們私人的汽車 私人的汽車 我們交通部都要求 我們都要驗車了 更何況重大的人員設施 政府請人事身事外 第二個 綠能場域通過環評之後的 環境生態 不能放任業者自行管理 經濟部應該主動的承擔 建制後面的環境資料 收集責任及系統化的管理 我們都會要求業者 這些綠電的業者 他們會通報 定期通報 半年一次 通報環境部的檢疫環境影響資訊 本席要求 針對這些業者 同步提報給經濟部 你們才好去做後續的收集 甚至系統化的分析跟管理 而且我這還不包括 所以我在這邊也請你們研議 一定要比一定比例的綠電場域 是以免環評的 有環評的他一定會送環境部 免環評的是沒有的 好那免環評的這個綠電場 你應該拿入政府的環境衝擊的監控 好針對這個生態是如此 那針對氣候呢 我就舉金管會 金管會自112年起去年 他要求本國銀行每年6月底前 辦理前一年度的氣候風險的相關 財務揭露 而綠電非常大比例是以農資啊 我相信啊 這個部長你比我更清楚 與其說我們支持系統商啊 不如是基這個支持這個 這個風電系統商的財務規劃 我想這句話才是重點 所以他的財務規劃金管會都要求說 你氣候風險的財務規劃要揭露 那你本身你的經濟部 你對於氣候相關的管理 是不是也應該要比照金管會的要求呢 我這個綠電也好 太陽能也好 我的五級三級的地震 我五級七級的颱風 所在造成氣候所影響的這個風場 你要有多少的量人人力 我要多少的預備配料都要整備啊 那你怎麼知道要整備多少配料 你怎麼知道多少能力 當然靠的就是科學管理長期的追蹤啊 三年五年後的分析 要求電廠 民營電廠也要做這樣的整備啊 火著你的綠電到時候就變成廢鐵了 好就是後續這當中 才能夠一直能夠保持你現在所跟大家報告的這樣的量能啊 好綠能政策在科學化的經理當中 反觀我再講一次 人員署直接是規劃管理綠能的產業 並卻沒有針對綠能氣候風險 有生態風險的管理 氣候風險的管理 在電業自由化後 與國家電力穩定供應進行監控 能源署不能只有管發多少電 更重要的是穩定發電的供給與調控 這個是本席的重點 因為以前這個電力調控 只要由台電來扮演管理者就好 但是綠能發電的電業自由化之後 能源署當然得承擔起啊 好綠能場域的為氣象資料屬於國家關鍵的戰略資訊 這句話很重要 綠能場域的為氣候的資料是屬於國家關鍵的戰略資訊 只有持續的建立綠能場域的資料 要收集才能檢討修正我的綠能政策 進行科學化的數據來支持國家綠能永續的發展 所以面對總結 面對國際碳排的淨零趨勢 產業為製造出口導向的台灣 綠能是不可不為的方向 這也是要替我們民進黨執政黨來講 為什麼強力的發發展這個綠能發電 本席也生以為農 但是呢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很審慎的對後續 在這穩定供電跟調控上我們也有這樣的責任 所以呢經濟部面臨新型態的綠能明顯 為完善的針對分散式電業的科學管理的機制 好我有三項的要求 第一個請台電於一個月內提供其經營綠電場域的再生能源養護 修復能力材料量能及環境監管的資料規劃 並請經濟部這一定要部長您的支持 額外補助台電新增能力的所需經費 以作為規範民營電廠養護設備的依據 第二個 台電總而言之就是台電做示範 他目前的電廠怎麼樣的營運狀況 請他們提出一個規劃案來 請進而我經濟部能源署建立民營電廠防護及復原的規範 以降低人為及氣候造成國家電力供應的危機 也請經濟部能源署 我也請台電建立各型綠能氣象風險 風險與環境資訊監管的機制 也以此依據 你能源署建立起國中央級的綠能環境管理的機制 以力要求民營電廠參照台電的永續經營跟穩定供電 部長你怎麼看呢 非常謝謝委員 有系統的在呈現這幾個問題 那委員這三個意見 我們會按照委員的指示來辦理 謝謝 因為這個是目前能源署沒有去注意到的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邱毅寅委員請做詢答 謝謝主席 我是不是請下部長 我們再請王部長 好 部長長 部長今天幾個問題跟您請教 這個最近大概大家對於食安的這個問題又開始重視 那 經濟部大概主責這所謂的公司登記 對我們看到這一家蘇丹宏進口蘇丹宏辣椒粉的這一家公司的這個負責人叫做李彥廷先生 他用人頭分別成立了10家在同一個地址的10家的人頭公司 經濟部說現在要開始清查 我不曉得這個進度是如何 經濟部如何對於像類似這樣的人頭公司登記在同一個地址 但是他不曉得有沒有實際在運作或者是出了事情就趕快再換一個負責人換一個公司 這件事情經濟部的處理態度是什麼 謝謝 所以這個在院裡面已經成立跨部會的小組來討論這個事情 那現在我們經濟部 就衛福部這邊如果給我們資料 比如說A公司 那這個A公司給我們之後 我們就會就這個A公司同一個地址 或者負責人有沒有相同 或者是其他的公司有沒有相同等等 只要有一個相同 我們就會把資料撈出來 有沒有可能你們現在就開始下去進行清查 有 現在就給你們資料 比如說你的電腦裡頭應該很容易去撈出 登記在相同地址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尤其是食品業者 對 這個要防範成立人頭公司 我覺得你們應該是趕快先去把這一些 類似的人頭公司的資料都把它撈出來 跨部會都用非常快 甚至用LINE就聯繫了 所以衛福部那一天開完會 給我們的資料我們就積極來 把這個資料撈出來 就用最快的速度回報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也要請經濟部 這邊商業司這裡 可能跟外福部或者是農業部 我覺得類似相關的 不管是史安或者是 其實很多的這一些 所謂的人頭公司 我覺得防堵人頭公司 不只在史安的這一塊 我們要去進行防堵 可能很多的這一些 虛擬的公司 人頭的公司 這些可能經濟部也要去 我們都會做最大的努力來協助 講到史安的問題 就不能不談 台糖公司的這個 所謂的瘦肉精疑雲 部長 921比1的檢驗報告出來 我真的不曉得 他真的是台糖會使用西布特羅這個瘦肉精嗎 看起來我們的史安辦已經公佈了結果 就是這是一個單一事件 但他沒有辦法排除檢驗污染的風險 921比1的調查結果 我相信大概國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於台糖公司所造成的影響 這個是你們台糖公司自己計算的 大概這個事件影響的損失程度 大概是5128萬 大概是你可以計算出來的有形的損失 無形的損失是台糖公司 常年建立的這個商譽 因為這樣的一件 突如其來或者是不知從哪裡污染到的 這樣的一件豬肉 對台糖公司所造成的商譽影響 這個價格是無法計算的 我要請問部長跟台糖公司 你們要不要求償 要不要採取法律行動 對於台中市政府來求償 部長 謝謝 那我想這個十安辦前一陣子前幾天也開了會 確認在我們這個相關的飼養屠宰過程 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想對台糖來說最需要的是 回復它的信譽 回復國人對台糖對國產豬的一個信心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呢 最後對於為什麼會有一個單一簡體的這個部分的這樣的情形呢 確實是沒有辦法排除 但是也沒辦法肯認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這是一個羅生門啊 為什麼會只有這一包或者是只有那一塊肉 有西部特羅 其他的是完全沒有 但是就台糖所有的飼養的過程裡頭 包括你的原料飼料進口 完全不含西部特羅 這個是確認都沒有問題的 這是完全確認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事件對於台糖所造成的損失 我認為台糖不能就這麼算了啦 即使台糖是國營公司 我認為台糖不能就這麼算了啦 你們的損失 我覺得不只這個五千一百多萬耶 那這個商譽一旦被破壞了 要重新回復名譽 你要花多少的時間 甚至你要花多少的心力 精神金錢才有辦法 所以我建議 我是支持台糖公司提告 求償 那也讓任何的檢驗單位 其實在對於這樣的事件的發佈 都應該要更審慎 董長您同意我的看法嗎 謝謝委員對台糖的鼓勵啦 因為根據史安辦的這個報告 那我們的法律顧問 那目前也正在研議相關的意見 所以我們會根據法律顧問的這個 法律意見書 再來做一些研議 不過我要跟委員報告就是 今天的報紙也有報導 台中市的史安辦 那麼他們 台中市的史安處 他們的這個主管也有提到 他們也會 包括這一次的檢驗方面 有哪些需要再精進的 我覺得台中市的 雙方都有意思 要對這個單一事件 來進行和解就是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會再嚴厲 是 好 主席有意見 不要說和解 雙方要對這件事情 來進行和談 是 好 好啦 這是我的質詢 好 來 接下來我要請教來 台湾公司可以請回 好 接下來我要請教 部長您剛剛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談到台灣的這個 整個經濟的現況 跟我們的 不管是產業 我們需要的這個電力的情況 這個 R1100 其實應該是現在的 這些企業非常重視 也非常在乎的事情 全球大概有350家的企業去響應了R1100 台灣大概現在有31家 那我要請教 就是說 到底 R1100它要用到的一定是綠電 台灣的綠電 到底 夠不夠 現在的31家 不代表永遠只有這31家 你要踏入國際 一定是還要持續使用 一定要得到R1100的認證 所以台灣的綠電 到底夠不夠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 其實每一季都滾動的檢討 那滾動檢討的原因是 在我們的供給面呢 也都會增加 那第二個 需求面的這些廠商呢 他也可能因為他的客戶的要求 或者他要 可能時程上他有不同 所以我們都會問他 綠電的需求 是怎麼樣的情形 那也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他們對 國際大廠給他們綠電的需求 確實都有在增加 部長我這邊拿到的資料 我跟您確認一下 就是說 2023年我們的綠電供給量 大概是265億度 對 高於當年的 高於當年的潛在需求量 118億度 所以我們看起來 綠電的供給量是夠的 但是你們實際的 公轉量只有17億度 其他的是不是 大概都是拿去賣掉了 那你們現在呢 在去年推動了所謂的 小額綠電交易 這樣的一個平台嘛 從去年10月25號上架 開始競標 我想要更進一步了解 你們到底競標的成效是什麼 如果今天來不及回答的話 請 是不是也請經濟部給本席資料 好 那我跟委員說明 那個17億度 其實是指 他原來跟 鈍購賣給台電 那後來跟台電分手了 17億度是指這一個部分 那事實上非常多的暗場 他其實本來就直接賣給民間了 民間的電廠 他就直接賣掉了 賣給民間了 但是目前為止你們的綠電供應能量還是夠的 總量是 剛才委員講的是多 非常多的 好 那這個相關的部分是不是 細部的資料是不是 能夠請經濟部再提供給本席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謝伊峰委員請做尋答 謝謝主席 我想要請王部長 請王部長 請王部長 喂好 部長 到底現在電價是要漲多少 現在 是全面性嗎 還是 因為我看現在眾說紛紛了 是全面性還是只是工業大戶呢 現在目前這個相關的工作小組 正在相關的討論當中 是執掌工業大戶 然後像那個半導體業者還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這幾天也讓大家知道 對於台電的這個財務的虧損 確實是蠻大的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優先來爭取政府的補貼 那第二個呢 對電價調整的話 也都會像以前一樣來細緻 考量不同的這個產業別 還有住宅小商家 跟產業的部分做不同的情形 來做這個相關的討論 那 我們知道 對於傳產業者 他們也有一些意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到 從去年 就是說 從今年初 我們的那個 就是EGFA的十二項石化的中指以後 再加上就是我們也沒有進入RCEP 然後這個問題對於有一些中小企業 或者是外銷為導向的這些廠商 他們對於出口 就已經面臨到困難了 因為很多 國外的這個買家 跟他們要求 就是你也知道 就所謂的台灣家 他希望在台灣以外的東南亞 在設 在設 設置新的生產的基地 那對於這些台灣的廠家來講 他們也不想要出去 可是他們又被要求 所以在這麼多 就是說 生產壓力的情況下 對於台灣的經濟 當然我們知道說 經濟部現在你規劃的是 我們朝向高質化的 但是在這個銜接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還是有非常多 調節上面的問題啊 是不是 謝謝委員 那確實有幾個不同的面向 那包括 比如說石化葉好了 那我們其實 這個在 這個去年開始 就跟石化葉非常密集來討論 石化葉確實怎麼樣升級轉型 以及做國際的分散佈局 那所以我們今年會特別 石化葉剛才我也提到 連結這個機械甚至紡織 一起來打新興市場 那這個政府確實 每個禮拜 都在跟不同的產業作談 那機械業 我們其實也在跟他們談到說 機械業能不能轉型來做 比如說 包括半導體的供應鏈等等 那讓他們去知道 要怎麼樣轉型 那另外 政府也做研發的補助的部分 還有法人的協助部分 這個都是我們加緊在進行的部分 所以對台灣 各行各業的韌性 面對現在的國際情形 台灣的強項 那怎麼樣做更好的一個爭取 其實都一定會 要趕快加速 特別是有幾個產業 中國其實有一點 這個 over capacity 它的產能過剩的問題 其實在未來的兩三年 會越來越明顯 但是其實對於這些中小企業 或者是外銷為主的這些生產的廠家 而言 他們認為說 就是說在這種 我們電價啦 還有這些相關的就是關稅的談判 都沒有辦法有突破的情況下 讓他們在台灣生產變成非常 非常嚴峻的問題啊 那這也會造成失業率的問題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台灣 是有一個非常綿密的供應鏈 所以在台灣的好處有台灣的優點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電價的部分或者節電的部分或者減碳 本來就是個國際大趨勢 所以政府願意花比較多的資源 來對這個中小企業 它低碳化智慧化的部分 來讓它節省相關的支出 而且坦白講那個國際客戶也好 或者它的供應鏈 也都會看它有沒有做好這些ESG的減碳的工作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去協助中小企業 那委員如果有需要 我們也其實都非常樂意 到各個中小企業的聚落 去跟他們做一個交流 還有其實我有看到那個我們的PPI跟CPI的指數 那每一次的電價上漲的 你看電價如果調整的時候 PPI就是生產物價指數 那就是製造端所 就是說它的生產成本就增加嘛 那所以造成就是整個 兩個都是雙漲的情況 那代表了我們只要漲電價 它就會轉嫁到所有的消費者的身上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大家在跟部長說的 民生電價的部分 如果你已經漲工業電價 其實就會影響到民生的這個 就是消費者的指數了 那未來如果再漲民生電價 那就是等於對他們來講 就是雙重漲價 那全部都會讓所有的民眾 認為他們的痛苦指數 有可能就會攀升 這個部分我們確實 像上一次兩次我們就 有一些經驗 讓這個對國內的物價的部分的衝擊 怎麼樣可以降到最小 可是今天兩次都沒有民生嘛對不對 其實小商家的部分 或者民生用電的部分 確實都有做不同的 你用電量的大小 做不同的一個規劃 那這個就是在過去的兩次的漲價裡面 不斷的在優化這個相關的一個機制 對可是我必須要告訴部長 從這個歷史的數字看來 只要你就是工業的電價漲 那對於就是物價指數 就會造成聯動性的 這是聯動性 從PPI跟CPI來看 就是聯動性的這樣子的漲幅 所以你必須要看 再來就是3月15號 聽說我們的碳費審議委員會 也要登場了是不是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製造業者啊 是不是 相關的碳費的審議 這邊是環境部會開始來召開 我知道 可是你們經濟部一定要密切關注 我們會 你們目前掌握的情況是如何的 因為第一次下個 好像是這個禮拜五才開始召開 那之前我們其實也有跟產業界 有做非常多的溝通 我們也會把產業界的這些意見 也有反映給這個環境部 那如果現在電價也漲 然後呢 未來馬上又開增碳費的情況下 那對於製造端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今年主計處還調高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是3.43%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維持這麼高的經濟成長率啊 所以這個相關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我們的接單很順暢 但是在這種雙重的影響下 漲電價然後開增碳費 會不會對於我們的製造業 以及我們的景氣預估有相關的影響 那經濟部的評估是怎麼樣 謝謝委員提醒 那所以在經濟部的電價部分 那所以我們才會一直來爭取政府的補貼做最優先 那那個相關的這個影響產業的通膨 然後PPI等等 我們也會非常審慎 那不過就是說 確實台灣的這個電價的漲 其實都比其他國家緩非常多 那甚至我們看到韓電 他在去年底已經變成轉虧為引了 他甚至都還 那他就是韓電漲了84%等等 那所以對台灣來講 我們確實是更為謹慎 來挑戰相關的電價 那當然我們最希望是政府可以 比較多的一個補貼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再請張祺凱委員請做巡檔 謝謝王美花王部長 我們再請王部長 我們今天繼續來談苦民所苦民生第一 我們現在重點還是在一千度以下的民生用電能不能不要漲 那討論之前我們現在談一個比較輕鬆的 這個民眾統今天就是水電雙漲對不對 今天兩個紅胎共辦效應 這叫藤岩效應嘛 所以你今天能不能很明確的跟全國民眾講 今年年底之前水價不會漲 水價的部分我們當然會很謹慎 那我們也會希望這個台水公司能夠有好的一個支撐 那這個我們會再跟院裡面來討論相關的這個 台水的相關計畫 應該是台水李董說有可能要去嘛 李董你先騎一下沒關係 請贊一下 不過我只要那個 今天部長對著我們全國民眾做一個允諾就好了 盡量不要在今年年底漲水價好不好 這個會變成兩個颱風的共辦效應 謝謝 好 謝謝委員提醒 整個物價會帶起來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提醒 可以齁 目前還沒有規劃啦 是 你能不能對著民眾說讓他們不要擔心 盡量在今年年底盡量在今年年底不要去水價可以嗎 謝謝謝謝委員建議 對 我們會我們會把委員的建議這個 你可以努力嗎 這方面可以努力 這是避免 避免物價整個帶上來嘛 是 物價上漲就跟那個變得新的女朋友就回不來喔 是 你水跟店都漲這個 到時候你看每次漲上去都沒有下來好不好 謝謝委員 不要像那個變新的女朋友一樣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來談 上一葉 苦民首苦我們今天繼續談 這已經是第三度本席提到 民生用電不要漲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天平 左邊非常明顯 高獲利 可是也是高耗電的 高科技 用了台灣絕大部分的電 對不對 他們雖然是獲利非常的多 可是呢 有些 大的公司啊 半導體公司 甚至是我們人民用錢去補貼的 例如說台積電 他營收那麼好 可是到目前為止 一年大概人民用 一百億左右的錢 補貼他的電價 台電 美賣給 美賣給台積電的 電 台積電一年用了我們兩百億的 兩百億度電的電 錢 跟台電買的時候 還差了五百 對不對 是不是差五百 等於是美賣一度電給台積電 我們台電 也就是我們人民的稅錢補貼 對不對 那至少是這一次把這個五角把它補回來 我不是只有針對台積電 我講的是整個高獲利的高科技 特別是半導體 這次的調補是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高一點點 這個委員這個建議 我們也確實都會在工作小組裡面去參考 現在媒體報的是說 這次的這個半導體超過五十億 五十億 一年用五十億以上的 五十億 一度 一度電的 是要調25%到30是不是 他們正在討論都還沒有定案 有這個方向 細節因為我沒有參與 所以我不了解 好 那這個天秤的同時 我為什麼一開始講這一邊 當然我們非常敬佩高科技 對我們台灣經濟的發展的這個貢獻 你看張宗摩前創辦人 他是非常有企業責任 社會責任 他都提到說可以 他願意爭這個婦人稅 對不對 我相信 在我們的肯定高科技 半導體對我們台灣經濟貢獻的時候 這是條件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像你們規劃的 應該多負擔一點 是 那在多負擔一點的同時 是不是在兩成五到三成的同時 我們看看右邊 可憐的是一般的老百姓 一千度以下的 是小康之家 是小商店一定要等到什麼 高通膨 實質的薪資 負成長 通膨這個是主計數的通給 2020年2.95 這算很高 2023年2.49 今年一過 CPI稍微降下一點點 最讓人家擔心的 2月份 衝破3 CPI衝破3 3.08 國發會直接評估了 說電價如果漲10%的話 CPI直接會有間接影響性 0.2到0.3% 所以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對物價的衝擊 不要造成人民已經很苦了 這時候電價一漲 他們的生活更苦 那今天還有更新的新聞 我給部長看一下 來 今天是各報 還有各個電視台 頭條的新聞 通膨怪獸又突襲美國 今天統心的通給 2月 美國的2月的CPI連增多少 3.2% 核心的CPI連增了3.8% 這個都顯示 不是只有美國 整個台灣的經濟跟物價 都受到很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拜託部長 拜託部長 拜託一次次 1000度以下的民生用電 在開會的時候 盡量爭取不要漲 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建議 我們各方的意見都會收集 是 OK 盡量往這個方向走 好不好 那另外我在爭取 幫全民講話的時候 我們再看下一張 至少 讓物價不要上漲的同時 有一個方法 除了不漲電價之外 就是盡量去補助 小商家跟小商店對不對 是 小商家小商店他如果不苦 他沒有 沒有調高他價格 人民就不會受苦嘛 所以最近馬上要開行政院的物價 平穩小組是不是 欸 是 最近要剃嘛對不對 你們能不能建議 第一個 小商家的小商店的 桶裝瓦斯跟天然氣在今年年底之前 只能降 不要漲 這是你管的嘛對不對 是這個部分 跟委員報告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漲 我們現在賣給他 是8塊多 可是成本委員知道多少嗎 最高是16塊 那現在雖然降一點 大概15塊14塊 可是事實上我們基本上是半價 桶裝瓦斯在賣給 用桶賣給賣給商家 所以果定而樂啊 這個是好的 這個部分已經 好的措施 而且我幫你查過了 我幫你查過了 是 天然氣的價格 是在往下掉的 但是掉還是有十幾塊 對 所以它是在往下掉嘛 所以我的要求是合理的 我說至少在今年年底 你只能降 不要再漲好不好 我們對小商家都會優於考慮 不是我說很具體的 能不能做這樣的承諾 因為就是說 他已經在漲了對不對 對 那所以如果漲的話 如果漲的話你就跟著漲 因為老實講 對小商店跟小店吃 吃麵吃飯 他們影響很大就是他們的瓦斯 這些桶裝瓦斯 確實我們有特別照顧 有特別照顧 對 所以能不能做一個很清楚的保證 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 只會漲不會漲 我們一定會優於考慮 我已經看到我們過去這兩三年都沒有漲 這個已經都乖離成本很多了 OK 好 那下面這個黃曉敏的這個調補 這個是涉及到財政部的 財政部 如果你的行政院要開會 你可以去反應嗎 會在那邊各部會都會在 各部會都在 OK 好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來我們看下一張 這應該對台電行政部應該是一個好的消息 公平會跟九家民營電廠打官司這個事情 他最新的進度是公平會贏了 公平會贏了 那公平會的主委 我禮拜一的時候質詢的時候 他們說現在 重點就是下一張 現在到底要 到底要賠 要罰他多少錢 公平會本來罰他的是 63.2億 現在要改罰可能60.7億 因為兩個重點喔 第一個是罰多少錢 第二個更重要的 他認定說 九家民營電廠的聯合行為 確定已經是事實了 就是九家民營電廠已經是 已經是敗訴了 已經敗訴了 最高行政法院裡面還有計畫非常重要 判決書裡面說 台電可以去跟任何一家 你跟他買電的 九家民營電廠或者是 能源公司 你可以去跟他議價 這就是本習一直在強調的 你要台電在虧損的同時 人民要付錢要漲電費之前 所有的 你跟他買電的 九家民營電廠 太陽能 去篩檢一下 他合不合理 有沒有降價空間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簡單跟委員報告 他是兩件事 他等於是97年到102年這個之間 都沒有來跟台電來談 公平會是針對這一段時間 實驗來談有沒有聯合壟斷的問題 公平會判定是有 法院也支持了 目前他們這個案子在上訴當中 他們在再審 這個是針對聯合壟斷 至於這個電價的部分 102年台電就跟他們 已經議價完成了 目前是針對102年之前 到97年到102年之間的 這個遲延的部分 台電有去打官司 要求這個部分 一二審都輸掉了 目前是法院有發回 在審理當中 這個我們也會 注意委員提醒的這個事情 所以否定你們要更努力 對不對 去爭取把這個官司打贏 102年之後已經有調降了 對 我現在在提起你的 為什麼 酒家民電廠會被罰 他們 他們跟台電講說 我的那個天然氣往上走 所以你要幫我調 對不對 那台電這邊提的是什麼 你利息從8%降到2% 結果台電購一郎 台電被酒家民電廠欺負 他幫他調了天然氣的這個成本 就跟你這次一樣 天然氣他就答應他 可是往下的利息沒有降 沒有降 所以最高行政法院講的一句話 台電有權力去跟他繼續一約 不是只有對酒家民電廠 齊改現在 本習 本習現在在力爭的是什麼 包括太陽能力說出現了 你看 雲豹 十九斤 還有黃偉哲那個愛子 那個立揚 我說那個有弊案的能不能好好去 每一個合約 然後算 我跟委員報告 雲豹到今年開始 他 97% 全部都直接賣給民間 他都是直接賣給民間 可是你之前買他的這個合約 為什麼產生那麼多弊案 沒有沒有 這個不是 那麼多家 其實國際上都一樣 不同的太陽光電暗場 他都是一個BPI的概念 他就是會有一個子公司 但是他不是為了逃避 他全世界我們去看的都是一樣 那個部長 等一下 我會把文書送給你 是 最高行政法院裡面 有一句話非常重要 是 台電可以跟你任何買的 買電的公司 不管酒家民營電廠 跟任何買電的能源公司 你是可以重新溢價可以去討論 有人關心這個事情 台電也有在注意這個事情 對 漲電價之前 人民要掏錢之前 你既然台電是虧損的 你內部要做改革 去檢視每份合約 哪個地方能夠把錢省下來 好不好 是的 是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資訊 謝謝部長 我們現在請楊琼英委員資訊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本席想邀請部長 請部長 請自來水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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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公司 請台電公司 部長 文好 這個 因為物價 讓大家都滿緊張的 又通膨 物價在升高 那麼 國防會的主委說 電價調漲 確實會 推升物價上漲 而且還不包括間接的效果 那你認同 國防會主委這一句話嗎 電價跟物價的部分 那我們 各個 電價漲 物價也會漲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來看待 對 什麼看待 我們都會很謹慎來看待 謹慎看待是表示 你也知道 國防會主委所說的 電價調漲 確實會推升物價調漲 他有相關的這個模型 經濟的模型 會相關嗎 所以你也知道 電價漲 物價會漲 對不對 是 好 那所以我們的方向一致 我們才能夠討論 那剛剛有委員說 有我們台水的董事長說 要調 調高這個水費 有這回事嗎 董事長有沒有 董事長你說沒有我放心 董事長你會這麼說嗎 有嗎 這個是政策性的問題 你有說嗎 跟委員報告 是媒體有在關心這個議題 那我 你有說嗎 你有說今天要調漲水價嗎 沒有 你沒有 我願意給你自薪的機會嗎 因為我不認為 你會 會這麼大 這麼大膽的說出這樣的話 因為現在是 物價漲得太恐怖了 通膨太恐怖了 所以大家一直在協助嗎 所以你沒說嗎 對 要還你清白嗎 沒有 那部長也說沒有 所以我們放心 水費不會漲 你請回座 那接下來我們討論電的問題 因為部長 我們剛剛說了 電如果漲 物價會漲 你也認同 那3月7號衛福部 才說取消 全國醫療院所的掛號費 漲價的上限 那所以馬上 所以醫療院所立馬喊漲 這個是只要政府有一個決策 那大家都會應對上來 所以4月份電價要全面調漲的訊息一出來 就已經開始有物價在漲 我們問了為什麼會漲 他說因為政府說下個月要漲 那麼有確定要漲嗎 部長 下個月會漲嗎 目前的這個電價審議會都在審理當中 是 那你所送的資料是要漲的 目前因為我們 你所送的資料是不是要漲的 沒關係你告訴我原則就好 我們還要討論 因為我們第一個優先爭取補貼 第二個就相關的方案 政府有沒有告訴你月曆要補貼你多少 因為 他們全力支持你啊 是 但是因為他還在 第一項把它做完整就好了 是 你就不會在物價漲啊 全力又亂掉啊 是 他還在算 所以 什麼時候會告訴我們政府要補貼多少 我們也希望他儘快可以告訴我們 你的儘快是多快 那因為這個 你的儘快是多快 這個月底會不會告訴我們 我們 下個禮拜前 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所溝通的 我們全力支持啊 不然我們去拜託行政院 都沒有關係啊 全部做你的後盾 好不好 是 第一個你的方案 執行到位 店就不要漲了 民生用店 330度以下 本席一直堅持 不能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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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肅的議題 所以我漲了三次 下個禮拜能不能告訴我們行政院 告訴我們 操作那麼多稅收啊 都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啊 拿來補貼台電是公道的啊 因為稅直接讓人民得到公道 那下個禮拜可不告訴我們 行政院到底會補貼我們多少 可不可以 這個部分 我們會 我們會來 來跟行政院趕快 確認這件事情 不長你都說趕快啊 所以我還給你多點時間啊 下個禮拜前告訴我們 我們到底行政院 針對目前的危機 他到底要給台電補貼多少 好不好 分多少預算呢 也不算補貼啦 對不對 下個禮拜前告訴我們好不好 我們也很希望 當然告訴我們 我們也很希望 你也很希望說 你趕快加油啊 好不好 真需要我們 我也本人 願意 去拜託行政院啊 我都願意 為人民我都願意 謝謝 好不好 下個禮拜前告訴我們 政府到底 要補貼給台電多少 好不好 我們再直直討論 創了19個月 如果依照您所送的版本 喔 我們呢 20年來沒有調升的小用戶 在這一次你都要調 那換句話說 民生用電至少調5% 那也是19年來 最高的 最高的 政府部門都告訴我們 如果調漲電價 就會推升物價 喔我們差在等 我們真的差在等 這要怎麼辦 其實台電已經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電價漲10% 那麼你的CPI 0.12% 再加上間接的 CPI會漲到0.2到0.3 這個數字 都是公開透明的 那如果因此呢 會讓我們CPI 迅速增到 上升到2% 他會觸及到 這句話很嚴肅 他會觸及到 通膨的警戒線耶 部長 你有沒有憂心啊 人家那個國防部長啊 都說他 煩惱的晚上睡不著 那你有沒有憂心啊 你有沒有憂心 觸及到通膨的警戒線 你有沒有憂心 有沒有憂心 我們確實各部門 確實都很努力 讓台灣的通膨來減緩 我想過去這兩三年 我應該也看得到 你這麼回答也 表示你憂心 憂心我要實質作為 我請教 傳統產業 你給他長這樣 他就要倒了喔 你再給他講 他倒了就爬不起來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 我曾經告訴你 拜託 支持我們的產業 支持我們的產業 你不能夠倒啦 傳統產業不可以倒啦 倒了糟糕了 我們會很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配套是什麼 你怎麼協助他 你的配套是什麼 事實上對這個產業的部分 趕快怎麼樣讓他做減碳 那政府的那個預算 他去更改設備 讓他更節能這個經費 還有 我們一直希望這個企業 短期間的 緩不及其 我們行進漸進 他那個換了 他馬上 對 我們行進漸進 所以 本席還是拜託你 拜託你啦 傳統產業 你不能給他去啦 三百三十多以後的 民生用電 你不能給他去啦 好不好 因為你要穩住我們的民生 穩住我們的木架 對不對 一起來做 配套給我 我們到目前為止 看不到你要怎麼擠起 漲價之後 傳統產業的配套方案在哪裡 讓他們能夠毅力不搖 不能倒 你詳細書面資料給本席 是 好不好 我已經問了第三次 我還得不到你口中所說的 配套措施 只告訴我們一起來維護 怎麼維護 不會不會 請你把書面資料詳細給本席 本席要求 拉屬 不退去 因為這是觸及整個全國 每一家都要用到 你最能夠直接照顧 你能不能答應我 在年底以前 我們的瓦斯 統裝瓦斯 但瓦斯不能漲 好不好 是我們統裝瓦斯 你答應不要漲 我也給你暫訊 好不好 我們一家有330度以下的民生用電 請不要漲 傳統產業不要漲 你去盤點 好不好 你的配套要拿出來給我 接下來本席要跟你討論的是 關鍵技術清單 14奈米以下的製程IC技術的方面 我們看到 這些美國已經傳出 要求日本荷蘭 要加強對中國技術半導體的出口管制措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部長我們要如何的去保護 我國優勢的產業以及 兼顧產業發展的目標 那你要怎麼樣擴大 你要怎麼樣去保護我們的產業 世界各國都在保護喔 那我們怎麼辦 你的方案是什麼 第一個 對於這個關鍵技術 相關我們都有在討論 那第二個 你現在還留意討論 人家都已經在執行當中 所以你應該針對怎麼樣去防堵 防堵這些技術不當外流 你要怎麼樣去強化 你的審查流程 是的 對不對 這個我們其實也都有 你有在討論你強化你的審查流程嗎 我們都隨時在跟國際合作 那內部的審查流程也都有內部在討論 內部在討論是什麼 有 是怎麼加強審查 你把詳細 你把詳細書面資料給本席好嗎 這個設計比較細緻的問題 對 你把詳細書面資料給本席好不好 是 最後一個議題 循環經濟電低溫 這是大家都最在討論的議題 所以我本席要請問 大家全世界聯合國 世界各國都在做循環經濟的概念 我們也配合 我們跟國際接軌 你的執行率 你看2021年到2023年 三年 3556萬8千元 你看看你的成績指標 你的成績指標 你的學術成績有論文 零 技術創新智慧財產零 技術創新 辦理技術研討會 一場 經濟效益 促進廠商投資的建設一件 更新或新增的 這個資料庫呢 比例 30筆 那這樣的計畫 是低到不能再低的KPI 本期請教 部長你滿意嗎 你滿意嗎 委員這個字有點小 我回去確認一下 再跟委員做一個事 什麼叫做字有點小 我已經口頭 已經數字明明白白的告訴你了 你訂定的這樣的KPI 你滿意嗎 你好好回去 拿你的放大鏡 看清楚 這是你在執行的業務耶 你還跟我說字比較小 不能如此 好好去檢討 謝謝 全世界的方向 我們的KPI 0000 這一件 一 你的 這個更新資料 30筆 你滿意嗎 請你回去用放大鏡去看清楚 告訴本席你滿意嗎 好不好 不滿意趕快改進資 跟世界接軌好不好 是的 謝謝楊琼瑩委員的質詢 謝謝 謝謝部長 琼瑩姐 你怎麼走的怎麼這麼可愛 你要去賭 你敢不敢 我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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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是嗎 拿去 好 好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 陳警方委員請做尋答 謝謝趙偉 我們請部長 好 我們再請王部長 好 文好 部長好 部長我想跟你討論一下 好 你知道我一直很關心 這整個 聖霸電力第二期燃氣它特種建物變更案 對不對 是 然後呢 你明明知道我們很關心 但是呢 你們又越來越便宜行事 我一直跟你們要到底你們怎麼決定 他所謂的特種建物是不是可以變更 而且他的變更 我一直強調當一個建物 他如果從基底一層一層慢慢變更 我相信大家不會有意見 可是他是一次完成 一次變更 被掩蓋在底下的所有的問題沒有人知道 但是 你們就開了一次的會議 這個會議是什麼 在112年11月15號 禮拜三 利用我們當時候大家都在選舉的時間點 好 開了這個會議 這個會議裡面 找了 委員有三個人 你們說的委員都沒有意見 欸 委員敢背書好厲害喔 委員又沒有從 最基層 在他第一次變更的時候就參與了 他怎麼能夠看到後面 他怎麼能敢這樣的背書 就真的有欸 有三個委員說 對特建變更部分無意見 他怎麼無意見 他幹到了哪些資料 好 裡面 還有市政府 市政府也沒意見 好奇怪喔 好恐怖喔 這是怎樣 中央跟地方 全部 一起包屁 是這樣嗎 就這樣一直公文 就這樣一直公文 就這樣一個會議紀錄 就把這個變更案這樣子過了 如果你是在地方 如果你是在地方 部長如果你住在地方 你住在那一個附近 從頭到尾三十幾項的變更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地方沒有人知道 到了完成之後 提出了特種建物的變更之後 大家才了解 你敢接受嗎 你敢接受嗎 各位報告 整個特建的變更 因為當時是審查通過的案子 那因為電廠的建設 哪裡審查 就是這樣一份規紀錄啊 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它要根據它實際上所採購的機器設備 它從頭到尾都是變更的 從頭到尾跟你們原始送的計畫都不一樣 跟他們原本的規劃也都不同 然後全部蓋完之後 才一次給能源署變更 然後你們就這幾個委員 台南市政府這樣子 同意包庇 它二個服務的過程 它就是說 我們根據它的一個機器設備 實際的情況 這一次的審查三十七項 由業者它也根據我們原來通過的原則標準 都跟當時通過的原則標準一樣 再一次的審查 哪裡一樣 如果真的一樣 它為什麼不一項一項的變更 它為什麼不一項一項變更 針對三十七項 它為什麼當時不一項一項的變更 要一次從頭到尾施工完成之後 再一次變更 為什麼 為什麼 今天你蓋房子 你一般蓋房子跟地方政府去申請 跟各縣市政府去申請的時候 你要不要一層一層變更 當我們政府 國家重大的公共建設的時候 要不要一項一項變更 報告委員 因為在環評階段 我們送出去的設計 都是比較初期的設計 那真正通過之後才開始細部設計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他買一個變壓器 它這個就是細部設計的變更 對 它是細部設計 後來通過細部設計變更 它是細部設計的變更 它原本就有送細部設計了 我告訴你 我要質詢你 我一定了解很清楚 它從頭到尾 從一開始有細部設計了 它現在變更的是細部設計 它提出的三十七項變更 就是針對細部設計 怎麼叫粗略設計跟細部設計 因為設計的 細部設計的時候 總經理你現在在胡扯什麼 不是 細部設計 好 再來 部長 我還記得當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來做出主決議 申霸電廠多項二期工程 已完工之後 才進行向能源署申請變更設計 諸多設計 與當初環境影響評估的內容不同 為考量當地居民權益及公共安全 經濟部能源署必須提出調查報告 並要求召開地方說明會 台南市永康區 新市區 新化區 山上區 左鎮區 否則不得擅自同意 申霸電廠所提出的變更設計 請貴單位 要詳細監督 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主決議 確實在 有沒有 有這樣的決議 對啊 有這樣的決議 那你們憑什麼現在要同意他變更 所以我們按照那天的決議 有關於審查這個特件的變更 要組成一個專案小組來做詳細的審查 對啊 調查報告嘛 你有調查報告嗎 所以我們才會有 所以我們才會有外部的委員 包括相關的主管機關 好啊 那你今天就是這份資料嘛 找了三個委員 然後開了一個會議紀錄 然後呢 就遵循說 你們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這就是背書嘛 我很懷疑為什麼這三個委員敢背書啊 如果發生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找他算帳 可不可以 來 第二個部分 請問 這裡面的主決議寫得很清楚喔 調查報告並要求召開地方說明會喔 如果沒有的話 不得擅自同意申霸電廠 所提出的變更設計喔 有沒有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第一個特件變更完 然後委員關心的說明會 所以也跟 沒有喔 你要寫得很清楚喔 你要 不得擅自同意申霸電廠 所提出的變更設計喔 這是不是變更設計 這個是一個 這個特件的變更是一個 然後後面我們 是啊 我們來就是連結在一起啊 你們在玩文字遊戲喔 你們在玩文字遊戲嗎 主決議要求我們要辦說明會這件事 是啊 那辦說明會之前我們要把 而且調查報告喔 你現在不是調查報告 我一直要調查報告 你們給我的是一個會議紀錄 然後會議紀錄裡面 我有看啊 我這裡面是什麼樣的報告 哇 是不是有把裡面很詳細的 一層一層 然後把它 撥 疊 然後一層一層把它區分開來 到底這個變更會不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全 結果沒有 結果沒有欸 結果沒有欸 一個是天然氣管線的安全檢查 沒有喔 一個是另外一個安全檢查 所以在委員的那些決議之後 我們也要求聲罷公司 要針對天然氣管線的 那是其中一個部分 這當中 署長你要不要調我之前 從頭到尾 我所有的質詢 我講的就是變更設計 就是建築 特種建築物的變更案 我從頭到尾講的都這個喔 你們現在在跟我玩文字遊戲 然後東扯西扯 你們現在是為誰包庇啊 我只有問 如果地方發生問題 誰要擔當 誰要負責 誰要擔當誰要負責 這個特種建築物變更 從頭到尾沒有進行變更 一次完成 提出37項的變更 然後呢 你說要調查報告 沒有調查報告 只有一份所謂的會議紀錄 請了三個委員跟台南市政府 你們跟我講 委員沒有意見 台南市政府沒有意見 就只有徵詢他們的意見 然後他說我對特種變更沒有意見 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呢 我裡面寫得很清楚 我的主決議 就說要召開地方說明會 我就說嘛 對 你才能對於這個 森霸電場的變更 才能同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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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明會我們 沒有 天然氣管線已經做了智慧檢測 你看嗎 天然氣管線 你看我裡面有說天然氣管線嗎 會有完整的 組長 哈囉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我裡面有說 是天然氣管線嗎 你要不要看我的主決議呢 哈囉哈囉 你要不要看我的主決議 你要不要看我的主決議嘛 我又沒有說天然氣管線 我們真的管線 我當時所有的 質詢好多樣 都是為了地方的安全 我質詢好多樣 我有寫管線嗎 我在這裡面有寫管線嗎 我講的是一體性的 在你來看 可是 今天你要我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我的質詢 你們怎麼能夠包庇成這個樣子 你們怎麼能夠 都按照 依照你們的想法 請問我們地方的權益 跟我們的安全 在哪裡 在哪裡 委員要求的說明會 我們會再管 在哪裡 你們都已經同意他了 特種都同意他了 特種建物是整個電廠建設裡面的一個環節 另外包括他後面的 這個管線 我只要了解 誰替我們地方的安全把關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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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發生問題 你要負責嗎 如果發生問題 你要負責嗎 如果發生了任何 危險性的問題 你們都不會負責 等你們下去 都不會負責 誰在中央 誰在受害 地方 請你們記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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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下來 鄭天才委員請做巡答 請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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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區域 河川區域 只有 沒有提到不得私有 土地不得私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78條之一 一樣沒有規定說 不得私有 78條 水利法第78條之二 也沒有規定 說不得私有 水利法第82條 對於水稻治理計畫線 或者是用地放為線的土地 也沒有規定不得私有 水利法只有第83條 有規定 尋常洪水位 行水欺益之土地 其原為公有者 不得移轉為私有 以私有者可以徵收 這個是 只有水利法第83條規定 尋常洪水位 不得私有 這個讓部長 瞭解一下 河流 最靠近河流的 就是水利法第83條 尋常洪水位 行水區 然後 為了要蓋堤防的地方 水利法第82條 治理線 用地範圍線 然後最外面的 就是河川七一線 河川七一線 土地法第14條 第三款 第14條的第一項的第三款 過期 過期啊 一直到現在 經濟部水利署 都以這個第三款 作為 第78條 第七十 這個 看一下 水利 水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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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條跟78條之二 都是用這個 土地法第14條的第一項的第三款 可通用之水道 土地法第14條的第一項 第三款 可通用之水道 戴秀熊教授 認為 這樣 引用這個是錯誤的 因為台灣 並沒有可通用之水道 可通用說 要能夠 滑船 輪船 不是滑船 要那個輪船 可以的 沒有 台灣沒有 好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0條規定 政府承認 原住民族土地的權利 所以 因為這條 原住民族法的條文 內政部 內政部主管機關 土地法的主管機關 對第14條 土地法第14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 不得私有的話定言者 他做了修正 105年12月 做了修正 土地法第14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 不得私有土地 但原住民申請 金工廠管理機關同意 配合提供 增化邊緣住民保留地者 可以 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 但是到目前為止 這個水利署都不願意 都不願意 好 尤其是 以奉核定 增化邊緣住民保留地者 讓部長了解 增化邊緣住民保留地的核定 是誰核定呢 是行政院核定喔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水利署依然不同意 依然不同意 然後呢 那 以設定更作前 地上前後 農業前之 原住民保留地者 會設定更作前 地上前呢 也就是經過行政院核定了 核定之後 這塊土地 核定為 原住民保留地 然後 才設定更作前 地上前 都已經設定更作前 地上前了 都 水利署到現在都還是不願意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裡面已經 因排除 劃入不得失有土地方 這不是我規定的 是內政部 針對土地法 14條 鎖定的 劃定原則 所以部長 這個 要請你 這個 要做 決定 因為 部長是學法律的 水利署不是學法律的 他們是 考量他的工程 他們考量他是工程 想替人民省錢 為什麼呢 他 他 特別 這個106年8月1號 水利署的公文 我們看最後 下面的兩句話 依未來治理首席之範圍 來認定 依未來治理首席之範圍 來認定 依然規法規定辦理 這個 我們就看到這條線 現在的狀況 治理線 有的地方還沒有蓋堤防 所以 所以這個 水利署那張公文是說 以未來治理的 需要的範圍 這個我們還可以 稍微容忍一下 我跟署長講過 但是呢 提防已經蓋好了 提防已經蓋好了 提防都蓋很久了 提防都蓋很久了 所以這個部分 甚至已經有跟中 受潛了 行政已經核定為政化邊保留定 部長 部長 可以嗎 依法行政 就依內政部 它是主管機關 可以嗎 土地法是一般法 那委員也知道 那那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 水利法的部分 有更細膩的 像委員講的78 82 83 那哪一些可以 有沒有什麼例外的可行性 我再跟水利署討論一下 好 很明確的 只有水利法83條 這個我們法律明定不得私有 我們絕對遵守法律 78 82都沒有 說不得私有 所以戴秀雄教授 或者是內政部基於土地 主管機關 土地法主管機關 也都認為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 請部長 我再跟他們詳細討論 好 謝謝 好 另外最後 這個我就要看 也讓部長了解 看一下這個 提訪啊 都已經蓋好了 這個提訪 提訪都已經蓋好了 它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好多例子 所以這個部分 給部長做參考 包括 好幾個案子 案例 都是這樣 好 最後時間的關係 石油管理法 36條 特別規定 偏遠地區 原住民族地區 幾里島地區的 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些 桶裝瓦斯 桶裝瓦斯 的一個補貼 桶裝瓦斯的補貼 那這個 上次的桶裝瓦斯補貼 大概 已經有三四年沒有調高了 所以這個部分 也請這個 我們 我們 經濟部 還有這個 相關的 農業署 能夠調高 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 請部長 大陸的企業 錄資來台的時候 是不是也歡迎 他符合我們的規定 我們當然也是歡迎的 是 所以對於港澳的投資呢 港澳的投資 因為它會 背後有的時候 會涉及到 有沒有入資的問題 所以 港澳的投資的部分 有時候是比照外資 但是它如果有入資 超過百分比的話 也會比照入資的規定來審查 所以我們港澳的 來台投資的統計數 是算在外資裡面 還是算在入資裡面 外資裡面 算在外資裡面 是 這是第一個 那我想說 剛剛部長很清楚 表示說 其實 入資只要符合相關規定 其實來台我們還是歡迎的 因為 對於整個台灣來講 能夠有更多外資 到台灣來投資 肯定是一件好事情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整個 我們投審司 這個裡面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對於裡面的資料 提供的資料 感覺好像不是很充分 因為之前的時候 我們可以查到一些相關的資料 可是現在感覺查不到 像港澳相關的資料 我們在這邊是查不到的 我們對於這個投診室裡面的一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有更友善 或更透明公開的方式 讓我們要查 是可以直接查詢到 因為裡面目前好像沒有搜尋的一個機制 好 來說明一下 各位報告 我們的那個 所有的外資投資安件 我們都會 對外的揭露 是 那揭露就很 就很簡單 就是比方說哪個公司多少錢 就這樣 那我們本來想說 是不是有更友善的方式 我們要查詢的 所以是查詢的到的 因為目前我 我上網去查是沒有查詢到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一個功能的部分 有更好的功能嗎 應該沒有吧 因為我至少我上去 它就是非常的不友善 就是只能夠簡單看到 就是時間序列出來 然後看不到你沒有任何查詢的一個機制 那之後如果要補充說 我們就到本辦來稍微做一下說明 那我另外想要提到另外一個點 就是說 我想問一下 部長就說 因為你覺得 我看到那個 我們 經濟部裡面的一個新聞稿 就對於整個外商來台灣投資的部分的時候 我覺得感覺得到經濟部是熱誠歡迎的 可是對於陸資來台投資的時候 我就感覺 就感覺態度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這邊我想要講一個點 就是說我們對於整個台灣以外的企業來台灣投資 我覺得應該都站在一個歡迎的立場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我看到一個數字 就是說 對於大陸來台投資 僅30件 金額2969萬美金 然後 聊勝於無 用一個聊勝於無這樣的一個字眼的時候 我就感覺就有一些價值判斷在那裡頭 那我是覺得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你們回去看一下你們的新聞稿 再來跟我 因為我是從你們新聞稿裡面看到的字眼 我就覺得感覺有一些不一樣的態度 我們新聞稿應該不會這樣寫 我看到的狀態是這樣子的 因為它是直接媒體直接quote你們的這個字眼 應該不是那個應該是媒體的 沒問題我們再來做一個溝通 然後因為本籍辦公室也常常接到一個狀態 就是說從港澳來台灣投資的狀態的時候 感覺會碰到很多 非法規性的一個限制 那他們覺得感覺有一些些的問題 那我知道之前在蘇院長的時代 曾經有人覺得說要把港澳的資金投資 把它給併入入入資裡面去統計 部長覺得適合嗎 應該沒有 沒有齁 你覺得也不適合嗎 所以才不會往下走 是這個意思 對齁 應該是沒有 所以部長覺得說要把港澳的投資 納入入入資裡面去統計 你覺得是不適合的 目前沒有 OK好 那我接下來最後我要問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信保基金的部分 那信保基金這邊的時候 我看到了審計部 審計部這邊的時候有一個報告 在去年6月30號的時候 針對整個中央政府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正興特別決算審核報告裡面 他有特別提到了一個點 就是說我們整個信保基金 整個信保基金 它到去年6月底指 預期還款的比數有到11萬筆 那預期保證金額超過144億元 平均新發生的預期比例高達3.83% 這個數字沒有錯嗎 是 八文是 沒有錯 好 那它裡面就特別提到了一個點 就是說如果說 我們現在整個城堡的保證金額 它的平均發生的預期比例計算的時候 整體可能預期的理賠金額會高達364億元 那麼跟整個當時 我們在這個特別預算的時候 本來保證那個專款預算是870億 後來流用到其他的項目當中的時候 導致我們保證專款可用的預算 僅剩下245億元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按照原本3.83的預期比例去推的時候 我們整個的信保基金的一個預期理賠的金額 可能會到達364億 那跟當時的245億的時候 會產生119億元的缺口 我想請問部長 這119億你要從哪裡補回來 再說明一下 包委員 那因為這個新發生預期比 它每個月都會變動 所以目前我們觀察的狀況 目前245億 如果這個要來賠付的話 以目前的新發生預期比來看的話 應該還足夠 還足夠 對 如果說不夠的話 當初主機總署有承諾說 他們會從這個年度預算來撥補給信保基金 從年度預算來撥補 對 就是我們會再提這個預算 你要補半預算 是是是 OK 如果說補半預算的時候 坦白說 我們一定是支持中小企業的 所以我們對中小企業的支持 反映在信保基因當中 我們特別的關注 因為我們擔心 如果這119億補不進去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之後中小企業 他們之後要得到信保基因支持 會不會更困難 所以本期提這個部分的時候 要特別提醒 就是我們記憶部這邊 如果 因為我這119億是按照你們的數字算出來 那審計部的報告也提到了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認為這119億是很可能會發生的狀態 那我們希望能夠提早把這個預算 能夠盡早把它補辦起來 不要到時候影響到整個中小企業 需要得到信保基因支持的時候而不夠 我覺得這是我們針對這個問題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至於說當時這個870億的特別預算 後來有625億流用到什麼地方 我也希望部長這邊到時候給我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說明 這625億流用到什麼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去好好的去追究出來 政府一定會讓信保基金可以來擔保中小企業的部分 這個我們一定政府一定會支持 那最後我這邊也請部長這邊到時候 把針對我們去年一些外商投資的相關的資料 希望能夠分國家跟地區給我一個詳細的一個資料 那我想特別知道從港澳這邊過來的資金到底有多少 好 好 謝謝 謝謝鄭政前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張家俊委員發言 主席我想請部長 來請王部長 部長我相信大家最近一直瘋狂的請教你關於漲電費的事情 那我今天想要問你 有關於這個水利的問題 尤其是水利署前瞻計畫 水與安全的這個前四期 編列了將近500億的預算 持續補助地方的政府 推廣這個防洪治理成效非常好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到目前為止 這個第四期的執行 水與安全的執行情形為何 好 好 謝謝委員指導 那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核定了雲林縣超過53億元 那現在執行的狀況 我們也跟雲林縣政府一起來努力 那雲林縣政府現在還有19件 還沒有發包 那我們希望它加速 那未來 當然雲林是一個 經常的地層 那個所謂淹淹水的這個區域 那未來假如說是第五期的預算 行政有一個明確的額度 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來進行後續的評比作業 是 署長 我想你們也都非常用心 那你們的努力 我們都看見 雖然是53億 這個金額非常的大 但是呢還是遠遠不足 我想不只是部長 不只是署長 我也想要部長可以理解說 雖然你們那麼努力的在支持我們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你們持續不斷的 繼續幫我們雲林來努力 因為我們雲林縣不只是一淹水地區 我們還有地層下線地區 所以真的農民也非常的辛苦 也很需要說我們水利署所有的人員 包括我們在地的這些工作人員 能夠在第一線 能夠把這些事物做好 那我想要請教 就是說第五期 預計什麼時候送到我們立院來審查 這個是要看這個 國法會要時候啟動的時候 那第五期的話 原則上應該是明年 也是要去執行的 那我相信 對 明年要執行 所以今年應該會先送來了吧 目前國法會已經在詢問各部會 第五期的計劃 那國法會應該也會在今年的上半年完整以後 應該會送到立法院來 對 因為也希望這件事情要盡速啊 我目前都是看到媒體報導 媒體報導說應該六七月就會預算送行政院 然後核定會就是會送立法院來我們審查 那每一條區域排水都會從下游一直往上游分段治理 然後一段接一段延續工程是不能夠前功盡棄 那我相信這個部長也認同吧 我認同 認同說一定要一段接一段把它完整的做好 那有很多計劃喔 其實是需要 部長喔 包括署長喔 繼續協助 尤其我們雲林縣喔 剛剛署長有講喔 有十九件喔 那個十九件可能是已經有列管的 可是遠遠超過十九件以上的喔 需要做的 那我現在手上有幾件是 可能是預備工程啊 預備工程還沒有進入這個正式工程的 包括海口大牌 包括舊莊大牌 包括這個舊頂皮頭大牌 還有宜無中牌 有材寮大牌 還有樂內排水 這個中西橋下游段這一些的 那我舉例來說喔 海口大牌這個出口閘門喔 非常老舊 而且它的充血量體不足 所以導致於喔 它的上游五條港地區經常淹水 那它急需要改善 那它現在只是預備工程 所以喔 也希望說可以盡速喔 轉列為正式工程 那包括舊莊大牌喔 它是在大批的南邊的區域排水 那這個區域經常有淹水的狀況 那這一期工程喔 完成之後 就可以達到喔 全段治理的目標 可以說是最後一里路 而且說實在 它的這個 也沒有算很高啦 就五千幾萬喔 所以也很希望說 是不是今天既然喔 部長署長都在這裡 希望可以盡快的喔 把它列為正式工程 那另外包括這個 舊頂皮大牌的 尹川峻橋下游排水整治 這個部分喔 它現有橋樑有阻礙水流的情況 那這一段喔 就是剛好位於排水的出口段 那這個工程完成之後喔 就也是整段就改善完成了 所以可以解決奧倫跟西羅的淹水狀況 我們找的喔 絕對不是說喔 不用做喔 叫你來做的 都是那種重點 希望說喔 真的是 但是做下去之後馬上是全段能夠有改善 或者是整段能夠完成的 而且不是說一定要求說 這個金額一定要很多 有一些其實是小小的 沒有很多你說兩三千萬 可是它實際能夠改善的 所以這一點喔 懇求這個 部長跟署長喔 一定 可以趕快競速的核定 我們在今年年初已經啟動了所有的盤點 我們未來在第五期的額度裡面 我們中南部若干非常多的縣市 除了雲林縣之外 還有很多的需求 我們會統一的來做檢討 那其中由於用地取得 比如說已經完成用地取得了 設計已經完成 我們在第五期的額度裡面 會優先來予以考量 那委員所提的這個八件的這個預備工程裡面 有一些 說是有符合這些的條件 我們未來再評比了之後會來注意 希望可以優先喔 盡數來處理喔 因為 畢竟我 我聽說啦喔 就是說如果沒有特別委員關切的話喔 要排得遙遙無期喔 那我的鄉親喔 真的是陰陰期盼啦 因為淹水喔 其實我 我覺得說 我會從政也是因為看到鄉親淹水之苦 我會覺得說 不應該 真的不應該 那淹水 真的太難過了 所以真的很期待說 我們一起來共同做好事 確實這幾年喔 因為有前瞻預算 那政府也非常重視那個 易游水地區的改善 那這個對鄉下的農民喔 居民其實是很有感的 所以雖然是這樣的一個地區的工程 可是我們都非常努力來做 那也看得出好幾個很好的成效 有 謝謝部長 我想喔 人在公門好修行 大家都一起做功德 然後一起把這個散的循環喔 累積下去 尤其喔 這些農民喔 這就是他一輩子 他一輩子就是這條農路 或是這條水路改善的 就影響了他的生活 所以這個特別拜託 那接下來我就是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來問一下就是說 除了這個 一直在講說動漲電費這件事情 就是說 330度以下的民生電費動漲 還有 希望說農業用電跟漁業用電動漲之外 包括那個節流的部分喔 就是也希望有一個因應措施 過去那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中有規定 如果企業為基層員工調高薪資 就能夠享有減稅的優惠 這項規定是為了鼓勵企業能夠為最基層的員工加薪 提高這個員工基層的待遇 可是這個優惠預定 今年5月19就要到期了 那所以本席也有提出修法 希望延長這樣子的措施 請問部長支持嗎 是是 那我們目前院的版本草案也已經拿出來了 我們草案正在這個讓大家表示意見 那我們會用盡快的速度喔 也會大家的意見完了以後送到院裡面 趕快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我們也是贊成要延長 要拜託部長 對啊 盡快的把它延長 讓基層的員工都能夠受益 是是 謝謝 好 謝謝張家俊委員 那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十一點再回來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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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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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的 感谢观看 加上三支一期 三支一期也有很多的 的问题 那预计 2026 2027才会病亡 那三支一期也是 2028 2029 那如果这个 这个病亡的期程 目前的规划有没有改变 目前确实开发商 跟我们提到不是在台湾的问题 是全球的问题 就是这个开发商的相关的成本 国外的这个利息很高 让它的资金成本 供应链等等 那所以确实都有提到 这个期程的问题 那我们都跟他密切来讨论 你会延后多久 这不可测 你如果延后太久 病亡时间延后到 延后两三年 那延后影响 当然是对绿电 供应会有很大的缺口 对不对 那你们预估 这个病亡期程会延后多久 目前我们其实 会跟他们来做仔细的讨论 那他们有提到一个非常 不可控制 就是船 国际大环境会那么快改变吗 国际大环境改变也需要时间 另外就是说排船期 他们如果说国际上的 没有足够的船来安装的话 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要抢船嘛 对不对 然后国际大环境 也不可能瞬间变化 一定需要长期慢慢的调整 对不对 所以这种我觉得延后两三年有可能吗 我们最近会密集来跟他们讨论 另外国产化 国产化会 当然一个绿电什么会增加 之前我跟你讨论过了 那你国产化 这个跟绿电的供应量增加 跟国产化这个到位 到底你这个要怎么样去取的一个平衡点 没有错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确实都会非常细腻的 然后也来看国内的这个供应链 到底能够供应的量是多少 然后来做这个两方面的一个考量 这个你们要去权衡 是 都能够双赢 对 不要双输 是没有错 好另外中小企创 七星庄事业署 这个 赖总统 赖副总统他 曾经公布在去年9月 打造新创雨林的生态系 这是一个国政白皮书 国政的愿景 然后也通过亚洲矽谷3.0 当然这是国产化的业务 我也召开这个相关的 不算说修法 或者是政策必须要做调整 所以这个部分 中小间新创企业署 相对在部里面的 这个声音比较小 但新创很重要 我提出的修法 我希望那个 组长 胡组长 你了解我的修法内容吗 大概知道 你不能大概 我提案你要很清楚 大概 大概就是你对这个业务 不熟悉才会讲大概 我知道那个委员 有在关切那个修法的 我会要求 你们针对 这个新创创投跟新创事业 每年度都要比照 中小企业白皮书一样 因为你现在 合并成中小及新创企业署 你针对中小企业 由于每年度白皮书 这是法律的规定 你也按照 这个中小企业白皮书的内容 这个模式 你提出创投事业 及新创事业白皮书 我觉得委员这个提议 是有道理的 那你要做啊 那是有道理要做啊 所以今年度 你就比照中一些白皮书 今年你就把创投事业 及新创事业白皮书 把它 把它弄一本出来 把未来这个要做的事情 愿景全部提出来 是 我们对这个新创 因为我们 这个他 单位的名称 也包括中小跟新创 所以由他来提 这个新创的这个白皮书 我觉得也是应该 那创投的部分 确实在分工上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说新创事业白皮书 是 那你把创投另外再处理 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今年 就要提出新创事业白皮书 何处长可以吗 处长 今年 好 今年哦 越快越好 另外啊 这个 AI啊 AI目前的这个 如果提升台湾在AI产业的这个产值 跟这个国际的话语权 这个台湾 这个深层式AI的兴起 如果没有赶上时代 这个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国安危机 所以我们的AI的经济产值 跟AI的国际话语权 必须要提高 产值要提高 话语权也要增加 这牵涉到什么 这个AI模型的建立有几个阶段 包括这个预先训练 就pre-training的部分 然后另外 落地的微调 fine-tuning的部分 另外你在推论的应用 这部分我想这个逻辑很清楚 是 好 这个部分你必须要 经济部 要学 跟这个数换部 跟其他的跨部会 你要把这个数位转型 这个三阶段 AI模型建立三阶段 把它这个迅速到位 这部分 这个经济部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 其实跨部会都有在讨论这个部分 那目前大家觉得 就左边第一个 那个pre-training的部分 大家认为 这个部分 因为他投入的职业非常大 那台湾应该不要先就讲这一个部分 但是对第二个跟第三个部分 是现在台湾确实也有在发展的这个部分 而且都应该要针对特别这个应用领域 有培训的这个AI专业技能 是 是 包括这个律师 法官 会计师 所有专业人员 都需要这个落地的微调 需要有这个应用领域的专业技能 是 这部分 经济部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 对我们经济部来讲 我们其实每个礼拜的业务汇报 都有一个专门的时间讨论这个议题 那我们 Find Tuning的这个训练成本很高啊 Find Tuning的部分 事上 那你副长有没有什么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成本过高的问题来降低 目前国客会这边是有 国际的这个比较开放式 LAMA2的这样的一个软体 来做相关的training 然后另外有一个中文的资料库的系统 在做 如何全方位的把AI这个模型的 AI模型的这个微调训练成本 把它降低 你才能普及化 是 才能各行各地都能运用 这个 如果你没有这个 各行各地普及应用的话 会变成国安危机 是 跟其他国家我们就赶不上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这个AI未来 这个怎么样的产值能够提高 怎么样影响 因为我们的现在优势 能够增加国际化验权 这个基础部要很重视 是 有 有 我们觉得这是 台湾已经有很好的AI晶片了 然后再往前推 AI的设计 然后另外怎么样到各行 各AI的应用这个部分 那确实台湾也很有机会把它做好 因为本行已经算是资深了 这个要遵守这个咨询的纪律 时间到了我就应该要 谢谢 谢谢邱志伟委员的发言 谢谢部长 提供给这个 新进的这个 立法委员的一个咨询的一个 你再讲给赖若营的吗 接下来我们请陈超明委员发言 首先有请王部长 来请部长 文好 王部长好 长长下乡 长长碰到一些困扰的问题 就是 无自来水地区 自来水沿管的工程 这里面就牵涉到水历史 跟自来水公司 但是啊 现在全国自来水的普及率 达到95% 但是大家 你们要求的一个标准 就是 免疫务的 要有60万的施工成本 审查的标准是以60万 以下才可以 以上不可以 我感觉台湾 我们大家 交水都上款 尤其现在普及到95% 没有装自来水的地区 我们就知道 平眼的地区 也比较落后的地区 即使这个是水资源 含有最重要的地区 他们那些人要做自来水 都这样 刚才这60万 没有办法人家 那我觉得这个要照顾民生 都要一样 那是给你们提供水源的地方 竟然装不到自来水 让你们这些 都可以 所以我好几年 我一直在拜托要求 那大概再花八个月 台湾的自来水 大概普及率 都会很高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今天来这边 特别拜托 多一点 经费 资源 给我们的水历史 给我们的自来水公司 让这个无自来水地区 能马上把它慢慢的 一直把自来水的普及率 普及出来 你好好拜托 你关系很好 到行政院会拿到很多的经费 这样有困难吗 各位报告 因为我个人也觉得 这个事情 要用更好的想象 所以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水利署这边 也去把这个60万的部分拉高 来提高这个门槛 但是也跟委员讲 有一些地方 因为它很善 它要的经费 真的远远高出60万 甚至80万 那我请署长说 去想一些聪明的方法 比如说 有没有一些净水设施 因为我们大旱时候 有一些厂商 已经会做净水设施 那有没有可能 这些净水设施 究竟 那这个经费相对也比较可惜 那可以让更多的互数来做 那他们现在正在评估 技术的部分 可行性的部分 经费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 更加快来解决 这个偏远地区的 无自来水的问题 好这个方式 我赞成 因为我以前就提出了 要用科技的方法来解决 偏远的地区 在那边你净水 滤水的功能做好 打地下水出来给他们 但是已经讲了三四年了 四五年了 这个早期 某个净水 滤水 大概了解这些 我们要如何来做 可以省了很多的成本 我希望您赶快这样子去做 好不好 是 来市长 看着我 我以前跟你讨论过了 还有自来水公司这一边 好不好 加强一下 不然我天天到了 我们地方上 我天天都在追我 我没出来水 他哪有哪有 我这脱口的 委员建议的那个方向 今天部长在今年的 一月初的时候 就找我们朝这个方向 总算我最后提示的 这种已被认同了 要好好做 我会盯得紧 谢谢委员 因为现在这个科技也很发达 对 好 请回座 那大家都讨论电价的上涨 大家也不晓得幅度多少 那我查了一下 我看你这个上涨电价 留给国民党来执政 马英九执政的时间 一共涨了40.65% 蔡英文当种种的话 是22.4% 你说你们慢慢涨 叫做消破式 防止我们的通货膨胀 名字很厚 实在 这样去找到没法缺 这一次 你大概涨就要涨几% 工业用电 高特要用电 大富用电 你跟我说一下我就知道了 目前他们工作响组 其实正在就各同的方向 正在讨论 目前还没有定案 你这个部队有什么厚做 还没有涨价以前 就把这个涨价消息放出去 大家都以为涨得很高 你再试水闻 所以这个可以比例可以看出来 不是国民党时代涨价 你们以前都骂国民党长就好 看等国民党执政再来给他长 继续动长 就会继续执政 你看法怎么样 要不要长 没有 所以这个对台电要稳健经营 两套的标准 更来 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很严重 未来会不会缺电 不会啦 我们非常努力在做这个事情 很有自信 现在我看了一个 那个特斯拉的执行长 叫做马斯克 世界最有钱的人 他说现在是缺晶片 未来是缺电 晶片的话 AI就做一些晶片 是吃电的怪兽 你感觉不重要 人家是几十年 感觉以后不是缺晶片 就是缺电 你要怎么来应付这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去考虑 这个可能是一个消息 但是也是代表着一个警信 你有真笔吧 他这个AI 这个部分是两个部分 因为现在目前在这个 AI训练的部分 确实都是美国这几个大公司 那他们这个在训练阶段 真的是用非常多的电 现在训练的话 是大概不用什么 你不要把我偏离死体 因为AI你生产的电材要吃得大 没有没有没有 是那个时候的用电最大 训练的时候用电最大 那个在弄成一个AI模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用电量非常大 对 所以他们在提到的是说 这个部分的用电 真的是吃电怪兽 那后续的应用相对比较少 那后续的应用相对比较少 原来是那个时候用电最大 我要去了解一下 那我看了我们几个工业会 工商总会 还是工业总会提出了一个产业报告里面 几乎六大工业总会都希望 核能 核能产能延运 那新国会准备要解套这个问题 民主政党是把核能当作行出牌 你的看法要不要延运 看我吗 你还要跟我说实际 这个可能要不要延运 你不能在这里 拍摄一讲 就为了你们政策辩分 现在是对着我们现实面临的 实际的问题 有没有希望 第一个当然 在这个里面委员有一些 对演绎的提案 但是这个法律的提案 你法律的提案什么 不是国会里面就是说 不会把 男的不能生孩子 这个不能改变的话 其他都可以改变 你们也常常在改变 你要不要 事实上核电就几个面向 所以我报告也有提到 一个是法律面 最重要是核能安全 要由核安会来审核 二三厂都没有意外 还有 我现在只问你 如果缺电的话 要不要延运 你跟我说一句实在 我看你左右为然 这个是两件事 我问的是一件事情 你要如何解释 我们对电力的攻击 目前都有 你们有没有要支持核电厂研育 我只问了重心点的问题 核电厂研育 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是 大家要有共事 大家如果有共事 你们会不会反对 这些的大前提如果都能够解决 那当然是一个 所以表示有共事 你们不反对了 那核电的绳子牌就要被打破了 对不对 我有讲 其实核电比较是安全的问题 很难为的回答 你现在现在两年 几十年 把国家投资的核电厂 将近五千亿 你们也把它摆在那边 把它包废掉 好 现在原来延运 要怎么样 总经理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还是能源集长 我看到你们碰到核电厂 要不要延运都闪来闪去啊 总经理 那个两个核电厂 一年帮你们赚四百亿 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核电厂原理 陈主刚才部长讲的 他是安全问题 这些都必须要先克服 难怪你们会继续当总经理 你也很优秀 我跟你讲 表示态度 万一缺电 万一需要核电厂 你不要说 那个在野长把这个打破 以前你们从来就是反对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的力量 这里面五个工会的理事长 都一直要求考虑核电厂要不要延运 能把定位降低一下 你们现在刚才这个问题都不跟你说 国民党讨论 最大的在野长讨论 要跟你插屁股 要看你们态度 如果你们不敢讲说支持核电厂原理 我相信 不要给他通过最好 保持了你民进党执政的独立性 不要 看你们怎么说 不要闪来闪去 因为 我相信 缺电的情形 核电厂不原理 缺电的情形 会满年终的 你从边来边去 私底下我都有去探听过 台电苦不堪言而已 仔细站起来 我要下台了 谢谢 谢谢陈昌明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赖瑞龙委员发言 好 谢谢赵伟 请王部长 请王部长 部长辛苦了 首先还是要先 谢谢院长部长 其实大林浦千春这个案件的大力支持 不好做的工作 不过这个就是 也是对 相信也是对整个历史做一个负责 那我还觉得就是执政团队 愿意全力来促成 我还是表达 就当地的这个民意代表 所表达感谢了 那现在开始在进行相关的程序了 2月29到5月16 预定要办63场的一个议员调查 那把这个土地跟建物的大概6600 先把它完成了 那到3月11号 大概完成了回收了567份的议员书 其中548份是同意选择方案 已经出来 最高达9成6的民众是 这个在进行当中 那部里面跟市府预定什么时候把它完成 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步呢 这个部分 来请 有关于调查的部分 跟市府已经达成共识 会在6月底前会办完 6月底前会完成所有的调查 那如果依照这样的比例来说的话 很有可能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完成之后的下一步呢 因为这大概6600位是针对有房有地的啦 有地的或有房的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对 那这一部分呢 市府目前的规划就是全部都会做医院调查 调查完以后 就有房有地或无房无地的部分 通通都会做 所以其他的部分也会完成 预议什么时候来把它全部完成 就是6月底 全数完成 包括无房无地也在6月底前全数完成 好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那总数我们后来也这个 得到愿意支持800亿的一个经费啦 那这里面我看了一下 里面大概有 大概将近365亿 大概3050%一半啦 是在土地的补偿费用 那大概有43%是在建物的一些拆迁的费用 大概310亿 那另外还有当然新建安置的工设施 比如说像社载等等 大概花了22亿啦 那另外准备金也花了40亿 那部长除了一些的规划费用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费用 那预订怎么来使用这些经费 像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编列的800亿的搬迁费里面 大概有700多亿是在 723亿啦 对是 那这一部分包括还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人员搬迁啦 这些会在其他项里面 那刚刚委员有说明的部分 700多亿的部分就是在 我们人员的土地的补偿 建物的补偿等等的这一些 会占最大宗 这跟部长来说明一下 其实土地跟整个建物 大概就占了93了啦 事实上有土地跟建物 但是各位也 部长有看到大概占了6600位 那其他部分无防无地 我还是希望那一块能够 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所以之前也跟部长提过啦 对他们多一些些的支持照顾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环境这么久以后 他们在离开这个大林埔的时候 沿海六里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开心而高兴 觉得政府有关注到他们的 我也希望部长继续在努力啦 好吗 是 是 那这个都有吧 委员的意见反映 跟高雄市政府沟通的时候 都有提到 好 我也希望部长持续来协助啦 让整件事情 很不好做的一件工作 但是如果能够顺利的完成 我相信对整个乡亲 对国家都是一件好事情啦 是 好 那接下来剩一点时间 我要再问一下 台糖的问题其实 这件事情其实从3月8号专家会议出来之后 看得出来 检验室的部分正常大概有三个 但是有四个异常啦 那整个调查结果里面 几乎也排除掉 不管是从 租资到屠宰到贩售 大概都排除风险 那检验阶段 有可能啦 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所以如果部长从这边来看起来 台糖应该相对是安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错 台糖是很安全的 对 那 但是检验室那边 他要去做一些厘清的 那我们看到这十年啦 大概租资的台糖啦 特别台糖是国营失业 我也不认为台糖有什么样 刻意去违法的空间 牟利又不是赚钱 又不是放到自己的口袋 毫无可言 就是说领公务员的薪水的 他去做这事情是毫无效益 更况还可能 更贵的 而且是更不可能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很诡异 就是他 其实检验到台糖是没有什么动机 没有什么动机 所以 但是结论上面是 台糖的安心屯 17年 我自己也都有在买台糖的猪肉 因为我信任台糖的品质上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 其实损失了5128万 甚至今天赵伟又提到 还有很多名誉上的损失 甚至很多人的害怕 到现在可能有的信者信 不信者很不信 这个部分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吗 包括未来怎么样去确保 这样的事情再次的发生 是 那这个部分 我们确实有在讨论 怎么样来跟地方来 就非常异常的这种情形的通报机制 要不要做一个特别的设计 那这个部分会在院的阶层会去讨论 所以未来会让这个通报更谨慎一些 当然确实我们要确保 国人的食安安全 但是在一旦出来任何讯息 万一有落差的时候 像后来被定调成是个案的时候 台糖是安全的时候 但是对台糖的伤害 其实就整个造成 那台糖还是国营事业 当然是国家人民那是已经损失 但是一般的猪农可能就承受不起 任何一家猪农万一发生这样的状况 恐怕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在制度上面应该去建立一套更完整的一个机制 确保食安安全 但是也确保大家的出来的东西是不会伤及到 像台糖 我感觉大家有点冤 过年期间所有人员加班忙碌 然后退后等等 等到现在还在受损 我认为 我听起来 部长跟台糖这边好像目前并没有打算走司法的途径是吗 台糖他们有另外请律师的顾问在评估 那对台糖来讲 就像委员讲的 恢复台湾的信誉 大家来多多买台糖的猪肉 我想这个是 目前短期大家可以 信誉的恢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赶快让消费者恢复信息 但是另外是防止未来这样的事情再次的发生 那我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会在这个 机制如果能够处理起来 当然是一种方法 但司法也是另外一种方法 但是重点是能够预防未来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认为都是好的方法 那我还是要问一下 因为前两天我看到卢宣院市长在议会咨询说 他认为说这个是台糖个案才有 台糖要自己努力去找 显然他认为是台糖要自己想办法 部长认同这样的说法 事实上如果委员知道 那一阵子 甚至过年前开始到过年的期间 台糖通常都加班 把这个市面上所有同批的都把他找出来 甚至不同批的也找出来去验等等的 那台糖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一的检验 有这样的问题 台糖其实费了非常大的力气 来自证我台糖是安全的 所以部长其实市长 卢市长这样讲法其实并不公平 对台糖其实还蛮伤害的 还蛮伤的嘛 其实对象也不公平 因为我们从专家会来看 台糖的部分几乎尽了最大努力 几乎看起来是排除掉各种风险 而且台糖这么重视自己的信誉 而且有办法这样做 不惜成本的这样做 其实是花了非常多力气来让大家安心 所以整个调查结果其实几乎都排除掉台糖本身的风险 但是反正在检验阶段 反倒检验阶段有一些不确定性 到底是不是检验出问题没有人敢确保 所以当卢市长还把这个问题丢给台糖 我认为其实是不公平的 对台糖也是不公平的 部长同意这样的看法吧 是我们希望台糖大家现在可以很确认 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生产的猪肉 我认为从事政治工作应该都要公允去处理 我看到今天的台中市的卫生局长也被咨询问到了 他认为未来他也松口怎么样减少可以精进做法 包括减少食安争议 就是遇到异常跟中央通报 包括去追溯 这样都可以让更严谨的程序 让减少这样的意外的发生 就是说在至少发布出去的时候 他是很清楚大概确定 经过中央地方的经验 大家判断 这恐怕是要赶快提醒市民 但是如果经过这样的通报之后 发现好像有些诡异的地方 台糖应该不至于这样做 然后又是只有这块肉 没有其他的肉 那恐怕就必须思考 它可能是个案 那要不要马上通报 恐怕很谨慎 是的 我觉得最近就是我们卫物部会来 跟地方怎么样更有效率的 对这种非常特别的异常状况 怎么样有效的来联系 所以当台中市的卫生局长都在 比较松口比较软化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卢秀燕市长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可以还台糖一个空道 不需要用这么严厉的态度 来全部丢给台糖 我反而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台糖其实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卢市长还把持恩丢给台糖 我认为其实不公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卫福部也开始做一些通报程序的改变 这个大概在程序上 经济部会不会请卫福部也加快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修改 内部的一个法规的一个修改 会会 我们会 预定多久可以完成这个 预定多久 这个应该很快 卫福部就会很快 我们希望部长加快跟卫福部长联系 这样事情尽快完成的话 可以至少一个很标准的 标准作为程序 让减少未来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 是 好不好 是 谢谢部长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赖瑞隆委员 谢谢部长 好 我们 我先宣告一下 我们中午就不休息 一直到巡打结束为止 好 那接下来请蔡逸宇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那我们是邀请部长 来 请部长 好 好 委员好 是 部长 那最近这几天台湾股市上2万点 那台积电冲到了将近800点 这个我想是全民都很振奋的消息 但是我们在关心这一个台积电的一个先进的制程 是让我们知道整个半导体的产业还有成熟制程 而且成熟制程过去也是台湾的很强项 尤其在全世界在缺这个测用晶片的时候 台湾是可以说是给全世界的车厂很大的帮忙 当时候全世界的需要这些晶片的都来台湾这边来洽询这个车用晶片 但是我们也在于我在上一个会期事实上就有说这个成熟制程 那中国的这一个红海布局之下 我们担心的是他们未来中国积极的扩张成熟制程 未来会用以量来自驾的方式 然后让全世界的成熟制程的一个市场 被中国又用这种消价竞争 用恶性补贴的方式来打压我们的一个成熟制程 那我想部长那这几个月来我们不理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因应措施吗 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有跟产业还有跟智库交换意见 大致上是这样 我们虽然叫成熟制程 但是他有特殊制程 也就是说他跟这个IC的设计商两个一起来做RD的研发 虽然他可能甚至是在40奈米55奈米都有可能 可是因为那个特殊的制程呢 他就是很特定化 那这个就不容易被取代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厂商也知道 就是要尽量朝特殊的制程来做 而不是那一种通用品的晶片 通用品非常有可能 中国大陆会用这个红海政策 那个低价的政策来侵蚀国际的这样的市场 那第二个呢 台湾最好的就是说 跟很多的厂商有非常好的信任关系 他们有长久的合作的时候 那这个要转移相关的这个供应呢 就不会那么简单 那这个部分在 像委员刚才讲 车用 车用非常重视安全 所以那个晶片其实都是成熟制程 但是它都是特定化 而且都会经过长期的安全的验证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稳固他们的一个供应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让厂商来朝这个做 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 台湾精创计划里面呢 我们也会导引我们的这个IC设计业者 来做这个特殊的制程的规划 那这个部分也有助于我们台湾的 台湾精创计划就是指这个晶片驱动 台湾产业创新方案 是是是 那我们是规划十年要用 三千亿的辅导跟投资 是 对那我们具体作为是怎样 这个部分在经济部 因为不同部会有做法 那经济部的部分有几个大项 包括这个IC设计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让国内的IC设计 要么有的从这个 比如说原来它只会做28奈米 那让它往前进的十几奈米推进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应用面 它可以多应用在高阶特殊的 包括车用的 包括这个比如说AI的 或者是通讯的这方面 那这边都是比较有niche的 那这边就是我们在推进他们的部分 那目前都在 锦罗密鼓的这个招标当中 是 部长 那美国事实上针对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总统 美国最近也不断的有新闻会出来 包括美国商务部长 这个联盟多也说 针对像电信 汽车 国防供应链 会使用中国制的成熟 制程晶片要重启调查 那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台湾 如果现在这个 成熟制程里面会不会有 就是成熟制程我们进入到的中国供应链 那未来变成在美国重启调查的对象 然后我们台湾的厂商也进入到了这个被调查对象呢 应该是不会 目前的这个部分就是 看得非常明显 我想我们产业很清楚 也就是说 你在台湾设计 你在台湾制造的话 你卖给美国 不管是车商通讯或军用的话 都是安全的 有安全吗 但是在制造的一个过程 对 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说 事实上赖清德他在这几个月来都说台湾必须要建立所谓信赖的产业 就是我们应该要跟世界的一个民主同盟 然后我们应该要针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我们有一个自我保护 而不会让中国利用他们渗透的方式 而且他们会用很多一些 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去恶意取得 或者是用低价的消价竞争 或者是他们用后台在控制 来控制着整个产业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要怎么去防止这一块 没有错 建立我们的信赖产业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大局势里面 台湾如果要卖到欧美市场 在台湾设计 在台湾生产 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基 那这个疫后之后 2022开始 我们的厂商在国外去参展 或者他们的客户更多的接触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厂商发现 这个议题真的是 国际上客户都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在台湾做的 还是你是在中国做的 那所以这个的部分的信赖 在台湾做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建立国际对台湾的一个信赖 这个当然是说 我们是需要每个厂商的一起来投入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去辅导他们 没错 与其要去短时间内去赚中国的钱 还不如我们现在建立好我们 国际上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用 那他们也相信我们 在这一块我们会坚守我们的立场 我想这个是不是更重要 我想这应该金资部要去积极地辅导 有有 其实我们跟厂商在沟通的时候 厂商其实也很知道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趋势 好 那再下一个 那下一个是要跟部长讨论这个工夫法的问题 那我们工夫法事实上就是要辅导这些工厂 他们可以走向合法 那我们已经工夫法上路也已经将近快要四年了 那这四年来事实上我跟这些厂商常常都聚在一起 但是他们确实在工夫法的试用上遇到很大的一个挫折 那现在我指的这个挫折就是说 你现在我们规定隔离绿带要1.5公尺 那但是这个隔离绿带 我相信部长你是最下山的那一看 他们过去是违法的工厂 他们就没法 他们整个工厂就起好了 起好了在那甚至工厂 我们知道它里面有它的配线 有时都有天车 那天车都经用在那 你怎么可能叫它为了配合隔离绿带 然后把工厂把它打掉一半 然后把整个天车把他们的梁柱都把它拆掉 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 所以他们现在就只能纳管之后 然后就只能按兵不动 然后每年也是缴纳管费 他们也没办法再进一步的作为 就是卡在这样的一个隔离绿带 那部长我们对这样隔离绿带 跟工夫法产生的这样 没办法辅导他们合法 这件事情产生了汉格 你刚没有办法有一个再进一步的做法吗 其实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讨论 那厂商倒需要留这个1.5米的时候 是他要去土地合法 那土地合法的时候 他其实整个建筑都要一起去 看他这个建筑 有没有符合相关的建筑法规 那我们隔离绿带 其实在过往跟现在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第一个 他不需要先猜 他是在这个建筑的时候 被审的时候一起来审 不是说先猜一次再猜第二次 这个第一个 对 但是部长你知道 他们在审的过程 他们就得要投入成本 所以他们一定会预先预判到说 我未来的下一步 我会遇到什么困难 所以他们知道 一旦我要走到合法 我因为隔离绿带 我就没办法走到合法 他这一步他是不会去走的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非常愿意用个案来告诉大家 像有一些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的案例 成功的案例 让大家知道 可能有几种模式 是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也非常愿意到 那我会再开几个协调会 或是类似公厅会 我们希望可以实质上 让这一些工厂 他们走向合法 在没有污染 不影响到周边环境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它合法化 那工厂合法化 他们要外销 要做怎样的方式 而且是缴税 合法缴税 没错 没错 那部长再麻烦 好 谢谢 好 谢谢参议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黄珊珊委员发言 是请问部长 来请部长 好 问您好 是部长 我想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 台湾现在到底缺不缺电 不缺电 不缺电 对 所以不缺电 未来会不会缺电 所以我们台电有很中长期的计划 再增加电源来供我们产业的需要 是的 所以对于缺不缺电 对产业来说 对人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接下来 刚刚讲的不管是金源厂 或者是 现在所谓工商大佬 都在对于将来 我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 将来的AI时代 其实它会是一个吃电的怪兽 而现在对于台积电 接下去在台湾可能还有更多的扩厂计划 我们未来的能源配置 就是我问的 未来会不会缺电 如果按照他们的计划都要做 这些都要做的话 我们的能源配置工 所以我们这几年 为什么这么多在新增电厂 其实我们都是事先 跟厂商做沟通 了解他们的用电需求 来增加新的电源 我来自台北市 我们当时就有发生 台北市东西门户计划的新建案 申请不到足够的 相关的它的容量 台电是说 我有电但我运不进来 所以要盖变电锁 那现在你的电够不够 运不运得进来 内湖的这个部分 委员应该很清楚 这个跟全台湾的电不一样 这个就是缺少 那个高压变电锁的部分 让电送到这个内湖的部分 所以除了缺不缺电 还有电能不能送到 这就是台电很重要的任务 不能拖了20年 还在讨论同一件事 没有啊 现在台北市政府 终于让我们可以开始来盖了 所以现在就来盖 台电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要把电足额的送到 相关的产业 不能让它受到影响 第二个是 我们现在的亏损 虽然是全民买单 也有政策上的目标 但是一样 未来的这些所谓高科技 所谓的智慧AI时代 将来的这个吃电怪兽 厂商可能也要想一想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 在能源的配置上面 要做出一些贡献吧 是 不能单单靠政府 或者是全民帮大家 帮他们一起来处理 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民间的企业 他们已经开始自主发展 所谓的轻能发电 也希望能够得到经济部的支持 院长 部长都应该 好好地来想想 这些厂商 他们是不是在他的院区里面 厂区里面 就可以自己 有自己的发电系统 部长觉得 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 我们都非常 你看到的 OPEN AI 他们已经盖晶圆厂的同时 他们也要在里面做 所谓的小型的核融核的发电 那我想核能在台湾 还是一个争议的话题 但是这是一个可以考虑 让民众不用担负这些大厂 他们自己需要的用电 这才是我觉得将来可以 可长可久的相关的方向 厂商如果会愿意自备电源的话 我们是都非常乐意 所以部长我觉得这个是将来政策上面 也要采取相关鼓励的措施 所以台湾不能没有台积电 但是台湾也不能只有台积电 台积电是台湾的户国神山 但是同样的相关的能源 他们也应该要跟我们大家 一起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所以重点是 如果可能有厂商在厂区里面做发电 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要鼓励的 第二个就是能源政策 我希望部长 不管怎么样 在您看守的期间 我们希望对未来刚刚讲的 这些配置上面的用电的规划 我觉得现在就要提出 未来10年到20年的计划 尤其是2025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非核家园 你马上减的7% 要从哪里补回来 这个也需要向立法院来报告 是 好不好 我希望两个礼拜之内 给我一个完整的 相关电力配置的报告 可以 谢谢 还是请一下委员 上台下台的时候 记得跟主席台鞠躬 这是礼貌 来 接下来请洪梦凯委员发言 主席谢谢 来 主席谢谢 麻烦请王部长 来请部长 部长 直接请教 这次苏丹宏非法添加物的事件 很多人见指就说是 这个不良厂商 非法厂商 它 一个地址 可以有10家公司 一个地址 可以有5家公司 在那里面做登记 那资本额从20万到50万 不一样 但是到最后它变 大家觉得说 这就空头公司嘛 一家进口 被 卫福部查到之后 它马上再换另外一家 可能再同意申请 那它就拼那个抽查率 没被抽到也就让你摆 那源头就是在于是说 这些空头公司 空壳公司 登记那么多 那我们经济部商业司 有没有什么样的防壁机制 这个部分 卫福部给我们资料 我们现在都会在查 只要任何一个相同 比如说地址相同 负责人相同 公司相同 只要任何一个相同 我们就会 您先请教 我们从过去黑心快塞 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它隐身民宅 我们看那个Google 那个限定 它明明就是一个民宅 三老板的 但它里面塞了十几家公司 那登记人 而且那些股东成分 或是董事长相关都是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也许比较难 直接就追查出来 但是同一个地址有那么多公司 又是民宅的部分 这应该马上就可以调资料 我们到底现在商业司 还有多少这样的公司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去清查了解 第一个公司的地址 要登记在哪里 目前各国也都一样 没有特别说 在公司登记的时候 说要要求 只能在什么地方 才可以登记公司 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市井机制 或者说去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公司 还是说你商业司 就只是大家来 我登记 登记完之后就放着 我没有任何的追踪管考机制 从过去的黑心快筛 到现在的这个苏丹红 如果说能够多一点市井的话 我常常强调 很多时候 对 我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但有些时候必要的把关是应该的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就很明显 大家觉得说很离谱啊 跟委员报告 如果假设 今天这么多的公司登记 好几十万家 那如果没有提到说 这个可能有嫌疑的话 事实上商业单位 不会知道要怎么去查这个东西 那能不能 好那我先请教 我们现在Data Base里面有没有 譬如说同一个地址里面 有至少超过五家公司以上 在同一个地址 那这一些 要不要主动先去了解一下 如果说他不是在商办大楼 他在一般民宅 一个地址有五间公司 明明很明显的常理判断 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人 五间公司不可能都在 同一个地址里面工作 更何况他还是民宅 那这不用去了解调查吗 跟委员报告 其实在公司登记阶段 他要登记在这个地址 他就要付一些证明文件 那刚才委员提到说 一个地址里面有非常多的公司 他的状况非常多 那我们必须去看这些 哪些是合法 哪些不合法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 或者新创企业 他其实一张桌子 一个电脑 对 所以本期刚刚已经 开中民先强调说 他不是一般的商办大楼 我当然了解 有一些商办大楼 他可能一次里面 会有很多家公司 他可能 譬如说 他新创公司 他们就在同一个会议室 share那个办公空间 这本期了解 但是那比较属于是商办大楼 那我现在讲是说 你们应该可以去调个资料 这非常快 而且这绝对不用成本 我们只要去了解是说 有哪些地址 他有重复 比如说五家以上 都在同一个地址 再去清查人工比对 是说这些地址 到底是民宅 还是商办大楼 还是一般的公司 这做不到吗 可以 跟委员报告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 我们其实在现在 卫福部给我们的名单里面 我们去比对 我们这几家有问题的 我们都已经去把它抓出来 那刚才也讲 就是说现在公司登记 跟公司登记 跟商业登记的加速非常多 所以我们一定是 从有问题的公司这边 去救他的 甚至是说影响层面比较广 比如说食品进口业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 可能食品进口业 相关这个是比较影响广大的 能不能先从这一些类型 先去做 那个跟委员报告 我们确实是从食品进口 是 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 什么时候能够清查出来 什么时候能够再找出 不要再有下一个苏丹宏 这样的厂商 我们比对的名单 从卫福部那边找到 有进口这些辣椒粉的这些名单 我们已经提供给卫福部了 我们其实礼拜六礼拜天 那一天 两天都已经加班 把这个名单比对出来了 部长 来来来 部长还是要请您 是 部长 本期间花了这四分多钟的时间 就主要跟您讲的是说 我们其实有更多的作为 可以更积极的去预防 部会是化部会的合作 好不好 对 是 没有错 我只用一分钟的时间 我再请教 因为现在可能店价的部分 马上就会涨价了 看起来是涨价是在必行 但有没有考虑过 有没有开源节流的部分 本期先比对了 今天的这个台电的预算书 2023年到2024年 用人成本 人事费用增加多少 部长 你有没有 手边有没有资料 这个有点细 用人费用 有点细 这个细节 可能要看那个资料 才会知道 旅猜费用 有多少增加 猜旅费用 那个委员 是不是我请台电会后 再给您资料 好不好 本期这不用 因为本期期已经查完了 我只是想要知道 为什么会增加那么多的用人费用跟采取费用 用人费用增加 主要是因为 最近这几年 我们的那个 增加多少钱 退休潮很高 不是啊 你不是退休金没有增加 退休金没有增加太多啊 最主要是薪资的部分啊 增加了 2023年到2024年 这预算书增加了17亿的用人费用 是不是 退休金的那个 不止退休金啊 你不用一直扯退休金 是 它是整体的用人费用 连薪资都增加了 旅猜费用增加了多少 旅运费 这个是不是 增加了5亿元 增加了5亿元 旅运费可能有包括说 国内国外出差 但是怎么会增加5亿元 本期要提出来是讲是说 有没有开源跟节流 就是说你现在在做 电价的上涨的时候 当然会直接转嫁到民生的成本 但另外一部分 我们有没有做节流 为什么会我们的用人费用也大增 为什么我们的旅猜费用也大增 而且这都比2023年成长了那么多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都可以提相关系列 这不是没有问题 部长 部长 刚刚我连问你 素质你都不清楚 部长 我先要要求你先把 没有问题这句话收回 并且给本期一个书面报告 当然尊重主席 但是我说 要求经济部下午 给本期一个书面报告 好好说明 为什么会用人费用 跟旅运费用增加那么多 本期会持续追这个议题 我们清楚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觉得主席在财事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请委员也尊重一下 因为不然这样 大家一直在讲话 听不懂主席 到底在财事什么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 好 来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麻烦有请经济部部长 来请问部长 其实国家发展力能我们都很支持 如果说在特定的任务下面 从我们经济部 有实质控制的公司 去成立这些公司 协助推动国家的政策 这个方向 我其实公开说过很多次 我是支持的 但在国营事业用这些人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 那个重点是用人为财 我们用专业的 可以做事的 而不是拿国营事业 来进行政治酬庸 这样子的观念 部长你认同吧 我赞成是 你认同吧 是 但我就看不懂 台延立的 这家公司成立了以后 本来百分之百 是台延的吧 接下来 用人实际上面的状况 包括了第一任的董事长 陈启运 那您在上一届国会的说 相关的案件 你们已经已给减掉了 到接下来 任用了吴龙辉 嘉义县的 前副舰长 那这个到底 是用人为财 还是 在丑拥 我相信 社会 有一把持 但我现在 更关心的是什么 我更关心的事情 是我们为了 推动公共政策 为了执行国家的政策 好不容易成立的 一家公司 有没有 被特定的派系 或是权贵 把持的现象 我接下来 秀这张图 给部长看 去年部长 在回答 台湾民众党 陈婉会委员的 咨询的时候 您说到 您当现任 台员的总经理 吴博新 你帮他说 我帮他澄清 说他没有 在立行下面认识过 我相关的新闻 跟新闻稿 我全部都看过 你说的没有错 但大家在质疑的是什么 大家在质疑的是 他是凭什么 凭什么 对这个业务 知不懂 也不熟 可以做到台员立能的总经理 大家找了半天 原来发现 他是我们绿洋集团 英式的绿洋集团 包括了小谷 谷盛辉 包括了陈文宏 他们所把持集团的下包商 现在做到了台员立能的总经理 结果他当总经理以后 总经理里面的特助任用的是谁 任用的就是陈文宏的兄弟 陈文荣 他的陈家 立洋集团的 已经正式入住了台员立能 这件事情 部长您清楚吗 过往在 委员在要我们去查相关台员绿能的民谷的时候 有做一些的调查 这样的状况您了解了吗 您觉得应该要继续容忍下去吗 委员这张图提到 这个吴国卿跟可 我先不讲吴国卿的部分 刚我还没有提到吴国卿 现在我要跟你focus 是立洋集团的小谷跟陈文宏 还有吴国卿的关系 我还没有提到吴国卿 立洋集团的小谷 陈文宏 吴国卿 结果吴国卿进去了以后 总经理是带的是谁 带的是陈文宏的兄弟 我只请教你说 这样的状况您了解不了解 因为我就是看到委员这个图 因为这个的可微 跟那个可微不一样 委员这两个是不同的可微 我知道我现在就没有提到吴国卿 我从多大委 刚好跟你提到吴国卿三个字 至于委员在讲之前的 相关的股东的部分 委员也知道我们也送检调 来了解这个状况了 我刚也说了 你把陈群运送检调 这个我都OK 但我只希望你针对问题 回答 我现在最具体的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台湾利能 去年亏了多少钱 是有亏损 你知不知道亏了多少钱 因为它的亏损 是因为它的工程费 还没有拿到这个 我们一样一样来嘛 你知不知道它亏了多少钱 因为它是下面的下面 所以我会不知道 没有关系啊 我会问问题的话 我资料一定都找好了 到今年二月底 到今年二月底 它的股东权益 只剩下一亿六千多万 本来是三亿多嘛 增值到三亿多嘛 所以为什么前两天发重讯 亏损已经达到十收资本额的二分之一 为什么亏损会达到十收资本额的二分之一 因为去年 一年哦 亏了2.7亿啊 那时候的总经理是谁 就是不愿用专业的人啊 搞权贵派系仇庸啊 搞出来立洋集团的下下包杀啊 吴博新 亏了2.7亿啊 好亏了2.7亿 我再请教 部长您不熟没有关系 旁边国营事业师的师长 可以带打 我都OK 你知不知道 走了多少人 去年一年走了多少人 来请司长 因为部长说他不熟 我问部长这么细的问题 可能对部长不公平 走了多少人 应该是走了 将近有六十几位 编制了多少人 编制大概一百多位 不过他就有些坏 因为他的工程在承包完 那个台泥家庭的案子以后 暂时还没有新的案子进来 台泥家庭的案子 我已经都掌握 呆帐提列多少 人家为什么不付钱 我们下次质询的时候 我会继续问 因为主席站起来啊 我要尊重主席的才是 请部长 拜托司长 回去帮忙了解以后 我们下一次 在寻达的时候 内容可以更实质一点 不过我真的要跟委员讲 吴国卿跟委员讲的那个可威 完全没关 是另外一个可威 这个完全对他太不公平了 我就跟你说 我还没有提到吴国卿这个人 我是要跟委员说 委员你可能要先回去澄清一下 没有关系啊 我们继续讲 继续针对实质的问题回答的时候 再麻烦部长先回去准备好 这样可以吗 好可以 好谢谢黄国昌委员 好接下来我们请吴春成委员发言 好主席 那个我们请部长 来请王部长 部长 部长好 我是民众党的干事长吴春成 那这个民众党的两个目标 就是除弊跟心力 所以刚才我们的总召黄国昌 这个炮火门类 这个就是要除弊 但是我要跟部长提的是 是心力啦 所以部长不要太紧张 我们谈的是一个心力的问题 那我要 因为我非常关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高年化社会的议题 那我要请部长就是来思考长寿时代来临 经济部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们各部会都没有准备好这个迎接长寿的这个计划 所以我建议跟部长来讨论的是 如何让抚养笔的分子变分母 我想经济部一定很关注这一个 这一个抚养笔的问题 那我问部长 因为这个分子就是被抚养的人 然后呢 这个分母就是在工作的人口 那因为少子化 所以工作的人口越来越小 分母就越来越小 因为高年化 所以呢 这个分子就越来越大 是不是这样子 是 是这样子 那预计啊 我目前是四比一啦 四个人抚养一个人 那这个到2040年会变成二比一 这个负担非常沉重 接下来会比较一比一 然后一直发展 分子会大于分母 那个叫崩溃的时代 台湾整个要崩溃了 请问部长这个有什么解套 现在有我们为了这事情在做什么准备 确实这个是一个大的议题 那很多的东亚国家也都 面临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议题 那政府的这个部分 确实应该很多的方面来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要从很多方面 是 但是其实对 部长也同意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看起来我们都没有 没有保了 都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 那我要跟大家跟这个 就是这次我 我到立文来提了 就叫壮时代 有一个方法 就是让分子壮起来 把分子拉下来当分母 把分子拉 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 就是未来 高寿的人会占人口的一半 但是我们现在政府都弱化他们 那你没有保了 因为它会大于 因为少子化 所以这个分子一定会大于分母 有一天 那整个台湾就会崩溃 好 那我也知道 这个经济部其实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在鼓励这个高龄就业 这个就是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第三十六条 部长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在45到19岁 台湾的劳参率有85 其实跟各国没有太大差异 50到55岁之间 76.3也没有太大差异 我们真的开始落后这个各国的 落后各国从55岁以上 我们只剩下59 60岁以上我们只剩下39 65岁以上我们只剩下9.6 所以呢 这个你如果按照你这个办法 大家都拼用 企业都拼用都45岁的 没有人要拼用55岁65岁的 所以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呢我在这里建议 因为我知道那个经济部有提出这个 我们可不可以除了你45岁以上有租税 要有等据的这种优惠 更加的奖励 是不是 经济部目前的版本是 增加雇佣45岁以上的租税优惠150% 可不可以再增加65岁以上的租税优惠到250% 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我们这个韩国30几% 我们只有9点多% 这个问题如果按照你现在办法是无法解决的 那这一点 那个部长觉得可不可以接受 谢谢委员 那我们现在确实草案还在征询意见当中 那委员这个意见我们会回去来检讨一下 OK哦 部长可以考虑 是 我们可以来检讨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吴春城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陈冠婷委员发言 谢谢 那麻烦部长 来请王部长 好 委员好 是 部长好 部长 我看最近有一个新闻 是美国商务部的部长 他在12日 他有表示说 美国企业已经意识到 我们的晶片供应链 过度集中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 部长你怎么看美国 对美国商务部长的发言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随时都注意 美方的想法看法 还有他到底在关切什么事情 那这个也坦白讲 也是因为台湾的台积电 他的客户 那美国也是他最大的客户 所以台积电有这样的 除了在台湾持续加码投资之外 也有到这个美国日本跟德国设厂的 这样的一个符合市场的需求 跟客户的需求 所以部长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到说 是美国是希望要分散半导体的 这个产业链的集中度 那这样对台湾来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讲细顿嘛 就是说半导体是旁卫台湾的一个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利害共同体 那这样子的分散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整体国家安全 对台湾来讲 我们台湾政府也有台湾的国家的利益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一方面在台湾加大投资 那最先进的 还有包括现在最先进的封装等等 我们都会让它留在台湾 但是它另外也到国际布局 所以我们的策略 就是希望它在台湾的投资 还是要优先 然后另外再到其他的国家去投资 部长我还是一样认同 因为对我们来说 把所有最重要的 所有各个国家的利害关系 集中在台湾的这个 本岛的范围内 是能够增加台湾的这个整体的韧性 毕竟从我们最新的这个营收 我看起来台积电是7700多亿 连电加世界先进 整个加起来大概是快要到24兆新台币 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跟美方沟通 那他们讨论不是说减少风险 然后就减少在台湾的这个配置 反而是因为要确保台湾 是在他们的利害的 就是利益跟危害的 这个产业链的一环 就是强调说如果你担心 你想要分散风险的最好方式 就是巩固台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不是分散资源到其他的 分散他们的风险到其他 你说日本也好 或者是德国欧洲 而是确保在台湾的这些 金元的产业链 能够被巩固 巩固跟分散风险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作为经济部长 我也是希望部长能够 跟美方在接洽的时候 要强调与其花费大笔的人力资源 来去新建 其他国家在新建新厂 甚至是用更不符合成本 不符合经济成本的方式 只为了要达到风上风险 巩固台湾是最好最有效 而且最符合台湾美国利益 跟自由世界利益的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你可不可以去跟美方来去 我完全赞成委员的意见 那确实我们也有自己的国家安全 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再者就说台湾 现在半导体在台湾的生产 是最有效率的 那这个其实不是对台湾好而已 而且是对全世界都好 那也让技术可以不断的进步 所以这些的东西 都是我们会考虑的点 那这个部长我还是在强调 包含整体的国家利益之外 还有符合我们 自己由我选区 加一线的选区出来的利益 经济部能不能满足台积电的水电需求 比方说现在有媒体报道 有一些半导体大厂 可能进驻我们加一的科学园区 我想请教部长 短期的部分可能是由县府 来负责污水厂的再生水 那长期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仰赖经济部 该海水的淡化厂 这个部分 你们掌握状况是怎么样 未来对这个嘉义 有没有需要建海淡厂的部分 那我们都会去规划去评估 我们是希望尽数评估 因为如果说有大型的投资进来的话 水跟电 它同时我们必须要兼顾农业 各个不同的产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 经济部能够加快角度 再次谢谢 谢谢部长 谢谢陈冠婷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王鸿威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我请王部长 王美化王部长 来请部长 延续刚才半导体的话题 那最近听说 我们台积电有机会得到美国的补助50亿美元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晶片法案 美国要补助500亿美元 可是因为台积电一直都没有争取到 那现在传出 我们现在有可能 台积电有可能 能够争取到50亿美元的补助 您所了解状况是不是这样 目前这个部分 确实都是美国政府来决定的部分 我个人不清楚美国政府的补助的金额 所以你目前没有办法确定 没有办法确定 好 另外 我想这阵子 大家都是集中在 就是有关于电价上涨 那条幅是多少 那现在呢 之前就是一直都传出 你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条幅控制 不要条幅太高 那其中有一个前提 就是呢 能不能够得到 就是我们这次税收超征 拨补给台电 对不对 是 我们希望能够拨补多少钱 1000亿还是1500亿 我们跟院里面的争取 确实我们有争取 希望能够比较多的 1500亿 对不对 因为你能补助到1500亿 然后你的补助额就 你的这个条幅就可以降低 可是哦 部长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的这个美梦可能会 受到一些阻碍 那为什么呢 我今天早上特别问主记长 我说我们税收超征3600亿 他说没有 没有那么多 他说七折八扣 因为有一些公债的发行等等之类 最后剩下来 只有1500亿 所以我说只剩下1500亿 那么台 台电也想要补助 然后我们 劳保基金也快要破产了 劳保基金也希望能争取补助 我说哇 大家都想着你这笔钱 那所以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其实这次税收超征 他在扣除其他的 他的必要的支出之后 只有1500亿 所以他显然 很难完全补助给你 而且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全部都给 补助给台电的话 那么 明年度的预算 很难编 他说因为就没有剩余了 所以 部长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听到的噩耗 因为你们还在试算 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答案 还是你是只是跟他喊价而已 没有没有 反正是拿到最高的 1500亿 但是事实上最后 应该 拿到补助金额 剥补金额 不会那么高 因为你们确实还在试算当中 所以你们 要求1500亿 但是呢 今天主记长讲得非常清楚 第二件事情 沈记长也说了 他说因为 到目前为止 税收超真的这一部分 到现在 沈记部没有审定他 他说如果要审定 因为你要播补的话 你要等到他审定之后 你才能够拿到钱 也就是说 起码要到7、8月份之后 那所以也就是说 你不会立刻拿到钱 你知道这事吗 这个都有他们的程序 我大概知道那个流程部分 好 所以 如果 请教一下 如果你能拿到1500亿的话 我们店价是不是可以 可以控制 预估涨到10到12% 确实两边会有互动的关系 没有错 但是具体的数字 恐怕 我没有办法跟委员做说明 2到3%的差别 对不对 有可能 对 但是因为细节 其实是小组在审议 我其实细节不知道 我要讲一下 就说 要台电如果要补得多的话 那么势必会影响 我们明年度 这是主记长说的 我是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一直以为是 大概3600亿左右 但是他跟证 他说没有这么多 那么如果 我们现在就跟 我们的行政院 全部要来补助给台电 那会有一个问题 那么会影响 未来新政府 520之后 赖金德上来 他的预算 明年就很难编了 是不是 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具体的财政怎么编 确实是主记长这边 主记处这边 我说他现在是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他讲的说 如果他觉得 电价的问题 跟他播谱的问题 最好把它分开处理 因为他很怕你们 一直在跟他要钱 要到最后他没有剩余 然后去支应 明年的一个预算 以上谢谢 谢谢 好 谢谢王宏威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陈俊宇 陈俊宇 陈俊宇委员不在 严宽恒 严宽恒 严宽恒委员不在 林楚音 林楚音 林楚音委员不在 徐欣盈 徐欣盈 徐欣盈委员不在 叶元支 叶元支 叶元支委员不在 高金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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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苏清全 苏清全 苏清全委员不在 王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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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罗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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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中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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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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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好 登记发言的委员 除不在场者外 其余 均与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另外有 叶元支委员 所提书面 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书面咨询 和未及答复的部分 请相关单位 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 并附资本会 本日议程 进行到此 明天 星期四 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谢谢 谢谢 我们最后 再麻烦你 国发会 但是 主委要出国 那就没办法 我问一下 委员怎么会 他没有问 说 不主委 不主委也是怕 其他 或许打他 谢谢观看